结婚三周年这天 江成泽收到了柳如嫣送给她的两样东西 一封离婚协议一封订婚勤俭 离婚吧 柳如嫣悠悠悠开口语气平静 不带一丝感情 为什么江成泽脑子嗡嗡作响 身子微抖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女人 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哪怕遭遇如此重大的打击 她的声音也是温声细语 生怕伤害到她的情绪 旁人都在刘总加了一个情绪稳定的好好先生 却不知这在听了三年的她 而离止剩下厌烦 只能依附着男女生存 你跟了我三年 我不会亏待你离婚协议上 该你得的我写得很清楚 经营商场多年 她最擅长用钱解决问题 仿佛江成泽这三年的付出 在她眼中能得到的回应只有一个数字 为什么江成泽没有看离婚协议 而是继续问道 这是她第一次纠缠柳如嫣 明显有些意外 本不想解释 但想起结婚三年 江成泽对她挤进死心塌地 无微不至三年来 没有给她闹出一点麻烦 于是雨季冷漠达到淮安回来了 江成泽像是被人迎面劈了一刀 撕裂成了两半疼得痛不欲生 三年前柳如嫣的初恋 周淮安为了追梦娱乐圈 拒绝她的表白 抛下国内的一切去了美国 周淮安不愿做依附 在柳如嫣与意下生活的丈夫 她想做璀璨绽放的天之骄子 但柳如嫣同样是骄傲的 大醉一宿后 在她出国的第一天 便大张旗鼓地嫁给了别的男人 可她不喜欢江成泽 从嫁给她的第一天 她就很清楚 结婚三年 她对柳如嫣千一百顺 小心翼翼地守着她 努力向完美丈夫靠近 她本以为终有一天 她会将周淮安抹去 成为她心上的那个人 却没想到一切都不过是妄想 甚至周淮安什么都不用做 只需要在柳如嫣面前露一面 就能将她彻底祭拜 柳如嫣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是有多爱才会在周淮安回来后 就立马原谅她 并且迫不及待地嫁给她 她心如刀割 纤细修长的手 捏着那张离婚协议 终于开口 我不离婚 江成泽声音不大 一时间柳如嫣 以为自己生出了错觉 你说什么 我不离婚 江成泽再次开口 声音坚定 如此反常的状态 令女人微微醋眉 江成泽乖巧软弱 容易掌控 她本以为她会利落千字 她眉头微拧 为什么 这三年 你就没有哪一刻喜欢过我吗 没想到她会问出这样的问题 语言淡淡留下两个字 从未 江成泽心中一片灰败 我不会签字的 柳如嫣没想到江成泽 还有如此倔强的一面 她一向是乖顺而听话的 如此执拗的时候 难得一见 倒是让她多看了她两眼 可她终究不会心软 江成泽跟周怀安比起来 只不过是她失去至爱后 赌气的工具罢了 柳如嫣毫不留情地转身离开 只留给她一道冷酷的背影 千不千随你 我已经把怀安接回来了 江成泽本以为柳如嫣 只是嘴上说说 她到底还是江家的男主人 她不会如此不留情面 没想到第二天 双腿骨折只能依靠轮椅 但美貌却不受丝毫影响 仅仅是坐在那里 就足够让人惊艳 站在她身后的柳如嫣 温柔浅犬的模样 是江成泽从未见过的 周怀安朝江成泽淡淡一笑 江成泽心中一次难堪地别过脸 她一脸神伤的表情 柳如嫣却仿佛看不见一般 她的眼里只有周怀安 连帮她推轮椅这种事 都不假手于人 江人带进别墅后 更是温柔地递给她温水 耐心地看着她喝完 这一副狼情惬意的模样 看得江成泽心中一通 双脚像是长在地上 无法动弹 忽然一直没有开口的周怀安 扫尸了一圈屋内 皱着眉头说如烟 百合的味道好奇怪 我不喜欢 柳如嫣满眼宠腻道 好等下就让人换成 你最喜欢的玫瑰 周怀安优雅一笑 双眸柔情似水 两人就此旁若无人的眼神交缠 随后周怀安懒懒伸了个腰 想用这种方式 一点点抹杀她的存在吗 江成泽不禁 悲从中来身体像是被抽空力气 眼泪肆意泛滥 因为喜欢柳如嫣 江成泽逆来顺手了整整三年 她甘之如意清新 守护着两人的小家 家里的每一处陈设 每一个物件就连每一束 花都是她精心布置摆放的 可现在柳如嫣 要亲手将她经营的一切都毁了 她将周怀安带回家里 毫不顾及她的感受 将她的尊严与脸面打入谷底 这一刻江成泽才真正地看清 就算她为柳如嫣 卑微到尘埃里 也唤不回她一个回眸 哪里还能奢望她爱她 就这么无情嘛 好计如此 无如你所愿 江成泽哽咽着 掏出了被柔皱的离婚协议 攥着笔用尽全身力气 一笔一画重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泪水一滴一滴杂漏 刚写下的字迹 瞬间被孕染开 柳如嫣我放弃了 江成泽将离婚协议放在了客厅 深深地环顾屋子 最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她什么都没有带走 干干净净地来 干干净净地离开 怀揣着悲伤的绝望 她要与柳如嫣彻底告别 离开家门 江成泽茫然地飘荡在路上 忽然手机震了 震一串熟悉的号码印入眼帘 顿了顿江成泽接起 电话那头女人的声音 胸有成竹回不回来 看着清冷的街道 渐渐黑沉的天色 江成泽淡淡道来接我 苏清雪轻笑转身看后面 语人的声音真是清晰 不是透过电话传来的 江成泽疑惑转身 只见不远处苏清雪脾帅 递靠在价值不菲的跑车上 见他看过来勾唇一笑 等了三年你终于肯离婚了 江大少爷欢迎回来 江成泽面无表情地走近 静止坐上副驾驶 刚刚哭过的眼睛还是微红的 但待他擦干 却像是陡然换了一个人 他的目光却清冷又坚毅 静静开口走吧 带我回江家 兴奋大喊了一声 大少爷回家了 绣跑车飞驰而过 激起一阵灰尘江家庄园 江成泽跪在父母面前低头认错 爸妈我知道错了三年前 我接出车后的机会 隐姓埋名取了柳如烟 都是我的错 江母看着消失三年的儿子回来 还比从前瘦了不少 心里早就心疼得不行 伸手就想把宝贝儿子扶起了 却被江父制止 他与其严厉 你当真知错 肯回来联姻了 江家家大业大 是京北城数一数二的豪门世家 三年前 他原本是想让江成泽 跟欧洲赛集团的继承人联姻 可这小子不仅不愿意联姻 还借着出了个车祸的油头 金蝉脱鞘 把他气得够呛 恨不得跟他断绝关系 可如今看到儿子这三年 似乎并不幸福 反倒是受了些苦 他又心软了 江成泽眼眶发红声哽咽 爸我真的知错了 江父哼了一声 没再说话 江母看出他已经松口 立刻把江成泽扶起来 抱着儿子又哭了好一会儿 这场景感染了江父 他也快红了眼眶 但还是忍着洋装严肃 行了 回来就别哭了 怜音我可以不逼你 但你以后要回江市上班 不准再任性了 江成泽点点头 我知道的 第二天江市集团从上到下 都收到了最高层发出的通知 江家大少爷空降总部 而且一来就是总经理的位子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这位大少爷三年前出了车祸 成了植物人听说刚醒过来 一个刚醒过来的植物人空降 为福布斯榜上市公司的总经理 就算是董事长亲儿子 也不带这么开后门的吧 一时间集团上上下下都对 这对新领导抱着怀疑的态度 真羡慕啊 我怎么就没个好跌呢 我昨天看完消息 就把我爸打了一顿 都怪他不努力 上市公司总经理 那不是有手就能当 诸如此类的调侃数不胜数 江市大厦一楼 江成泽穿着一身全黑职业套装 头发利落精致 完全是一副事业心很重 领导的样子 苏清雪跟他一同进来 自然也听到了公司的风言风语 有些担心江成泽 成泽你能解决吗 江成泽摘下棕色墨镜 冲他露出一个 是在必得的微笑 当然 苏清雪是江市的副总 在江成泽离开的这三年 他一直把江市管理得很好 今天是江成泽上任的第一天 苏清雪帮他召集了各大董事 开了他回来的第一个董事会 这些董事们 不比员工员工心里 再对他有意见 也不敢当众提出来 而这些手里有股权的董事 觉得江成泽配不上总经理的位子 便半点面子也不给 每个人进来之后 都只跟苏清雪打了招呼 完全无视坐在主位上的江成泽 等到人好不容易 及其苏清雪介绍了一下江成泽 说到以后 将是由他全权做主的时候 众董事都不说话 唯有似乎是这群人里 核心的张董开了口 江成泽是吧 你小时候我见过 听说你刚回国 就接手这么大的盘子 有信心吗 张董这个老狐狸江成泽是知道的 跟他父亲向来不和 他微微一笑我年纪小 各位叔叔们不放心 我也是应该的 可是我相信我有管理江氏的能力 他如此笃定 张董却讥笑道 江氏这么大一家公司 不是你嘴皮子一上一下 就能管理好的 张叔叔 我会让您看到我的能力 江成泽不紧不慢 抛出自己的砝码 我知道江氏上半年一直想 拿到澳洲沃尔沃斯的项目合作 我可以用拿到这个合作 来向你们所有人证明我的能力 沃尔沃斯是澳洲最大的贸易公司 他们对合作伙伴的要求 一向极其严苛 江成泽一上来就夸下这个海口 张董根本不信 只当他是在吹牛 不过能借此赶走江成泽 他倒是很愿意的 好那你就证明给我们看 如果失败了 哪怕你是江董事长的儿子 也不能坐着总经理的位子 没问题 回到总经理办公室 苏清雪看着江成泽 悠哉悠哉地坐在老板椅上 丝毫没有压力的样子 看来你很有把握 江成泽笑眯眯地看着他 拿出一张邀请函 我打听到吴尔沃斯的董事长 罗森夏 周三举办结婚25周年的迎婚晚宴 苏清雪有些佩服 才刚回来两天 就准备得这么充足 江成泽点点头 早料到那群老头子会为难我了 不让他们心服口服 还不知道背后怎么编排我吧 既然要堂堂正正地坐上总经理 他自然也会拿出点真本事 来给那群人看看 又想到什么江成泽 朝苏清雪勾了勾手 过来有件事 还需要你帮我办一下 转眼就到了周三 江成泽和苏清雪 一同出席了罗森的晚宴 两人从江车交给门童携手 走进了酒店 进入宴会厅后 苏清雪忽然附在江成泽耳边 温热的气息吐在他肌肤上 成泽告诉你个坏消息 问江成泽侧目 看他苏清雪却是勾嘴一笑 我刚才好像看到你前妻的车了 听到前妻这个词 他还有些陌生 但很快反应过来 他指的是柳如烟 江成泽心中一跳 怎么可能 沃斯也是僵尸的目标 你能想到通过这场宴会 接近罗森 柳如烟会想不到 苏清雪的确没看错 很快江成泽便真的在 门口看到了柳如烟大步走来 他身材修长五官又极其招人 哪怕在人堆也一眼就能被看到 这可是你和前妻的第一次交锋 你确定要和他抢合作 更何况以柳如烟的性子 只要他看上了合作 向来是在必得 闻言江成泽冷笑一声 那更加非抢不可了 苏清雪一正立马明白了他的意思 不知道柳如烟要是知道 抢了他这个单子的人 就是他一直看不上的前夫 又会是什么反应 你那前妻真是没眼光 错把鱼目当珍珠 我去拖住柳如烟 先不让他看到你 你去搞定罗森 江成泽愣了一声 随后霍素清雪分开 静止上了二楼 他先去了趟楼上的小休息室 里面有两个中年女人 正在洗手台前聊天 其中一个是中国人 一个则是金发碧眼的老万 但中文也说得相当不错 江成泽默默走进去 在洗手台 洋装自然的洗手 斯黛拉也许你应该理解他 他一定不是故意的 何况你们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他能记得这个日子就很不错了 名叫斯黛拉的外国女人 显然很生气 够了阿加不要再帮他说话 他心里只有工作 根本没有我那块宝石 我一个月前就说了我喜欢 结果他直到纪念日前一天 才去买 已经被别人买走了 看着快五十岁 却仍然被宠得像公主的好友 阿加苦笑 那你想让他怎么样 斯黛拉显现出 与年龄不符的天真和顽劣 我打算溜走吓吓他 阿加一慌 连忙想拉住他斯黛拉 你疯了 这是他专门为你办的宴会 你怎么能走 可是斯黛拉根本不听 转身就想跑 却正好撞上也准备离开的江成泽 两人都被撞得后退几步 斯黛拉反应过来 连忙要道歉 抱歉这位先生 江成泽站定了身子 转过身 微笑着说没关系 但那外国女人 却在看到他脖子上的项链后 先是愣在原地 接着蓝色眼眸都透出惊喜的光 他指着江成泽 纤细脖子上的绿宝石项链 激动地对阿加说 看阿加 我就说我和那颗宝石 是有缘分的 他出现了 接着他十分不见外地 握住江成泽的手 这位小姐 把你的项链卖给我吧 无论出多少钱都可以 江成泽表情十分客气 却慢慢把手抽回来 微微一笑抱歉夫人 我也很喜欢这条项链 斯黛拉瞬间大失所望 但仍然不肯放弃 被老公宠了这么多年 他最会的就是死缠烂他 诚恳地说 这位先生 这宝石我真的很喜欢 我跟老公结婚25年了 他答应过我 每年都会送我一颗 我最喜欢的宝石 可今天他失约了 我们的婚姻也面临危机 你如此帅气 一定非常善良 难道不想帮我老公 挽回一下我们的婚姻吗 这一番话听完 江成泽内心有些许无语 表情却是一副动容的样子 他似乎犹豫了几秒钟 随后在四代拉七代的目光下 缓缓伸手摘下了自己的项链 世间珍贵的宝石数不胜数 但是像您和您先生这样珍贵的爱情 实在不可多得 他一面说 一面将项链递给四代拉 我祝你们 一生一世 长长久久 十分钟后 阿家把四代拉刚才准备逃走的事 传给了楼下宴会厅 一个月末五十岁的外国男人 急忙撇下大厅的客人 赶到了二楼休息室 却只看到老婆身边 站着一个陌生男孩 热情地像是借了他一个亿 他正有些吃味 想问问情况 没想到四代拉看到他 非常高兴地招手让他过来 罗森 快来 你没买到的那颗宝石 我拿到了 罗森知道是眼前这个男人 将自己的宝石让给四代拉 才让他没有离开的时候 非常诚挚地向江成泽表达了谢意 他主动向江成泽递了自己的名片 江先生 以后您有任何需要 只要我帮他上忙 尽可以找我 江成泽礼貌一笑 心说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但他并没有直接开口 只是平静地接下了名片 随后 四代拉问 对了 还不知道江先生是做什么的 江成泽 我是江氏集团的总经理 总经理 四代拉惊呼 非常赞赏地看着这个年轻男人 你真厉害 接着江成泽也递给了两人自己的名片 罗森看到后有些惊喜地说 真巧 我们在西国有个项目 江氏也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随即 他表情深邃了些 看向江成泽的目光也带着一些审视 在这种时候 江氏总经理好巧不巧地帮了他老婆 很难不让人怀疑是不是故意 似乎是感觉到了罗森的审视 江成泽并不惊慌 罗森先生 我一周前才上任 对公司的业务还没有完全了解 今天和夫人相遇也完全是巧合 实不相瞒 我一开始并不想把项链让出来 是你们的爱情故事打动了我 他一说完 斯黛拉也在一旁附和 说话的语气带了些许埋怨 罗森 你难道在怀疑江先生的目的吗 当然不 面对生气的老婆 他立刻否认 知道差不多了 江成泽站起来 对罗森伸出手 罗森先生 我跟夫人的缘分 不会成为我要挟您跟我合作的理由 您大可放心 祝你们迎婚愉快 我还有事 先告退了 看着他坦率的双眸 罗森彻底放下防备 同时也非常欣赏 这个大气善良的男人 他伸出右手跟他握住 江先生 我相信你的为人 同时我想 将是有你这样的领导 一定也是值得放心的企业 宴会厅 柳如烟从更衣件换完衣服出来 脸上布满阴云 助理战战兢兢的走过来 柳 刘总刚才不小心在您身上 打翻红酒的那位先生说 这五十万 赔您这套礼服了 说吧 他将支票递到柳如烟面前 看着这张支票 柳如烟本就冷淡的面容更加不爽 可此刻他也没心情计较更多 今天最大的目的是来跟罗森谈公司合作 他一边整理裙子 一边往外走 罗森在哪 助理立刻跟上 在二楼 好像是和他夫人在一起 得到回答 柳如烟立刻大步朝电梯方向走去 就在柳如烟走进电梯的下一秒 旁边的电梯盯得一声开门 将成泽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找到苏清雪 走了 看他一脸得意 紧接让他特地去买的保时项链也没了 苏清雪问 搞定了 将成泽淡淡一笑 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会有好消息了 这边两人离开了宴会 而另一边 柳如烟按了二楼休息室的门铃后 斯戴拉开了门 猜到他是罗森的夫人 柳如烟道 您好 我是江市集团的柳如烟 和罗森先生有约 江市 斯戴拉想起这个柳氏好像也想拿到乌尔沃斯的项目 但是这么晚了 这个女人独自前来约他老公 况且这人是江先生的敌人 他立刻断定 没好气地说 我老公休息了 随即哐当一声 门关了 还从未有人敢这样对他 柳如烟还没从吃壁门羹的事实中反应过来 秘书突然上前 刘总 江市集团总经理派人托话给我们 说这个项目他们拿定了 让我们别费心了 还有 江市集团总经理 那个成为植物人三年 近日醒来直接空降的江大少爷 柳如烟醋梅 还有什么 还有 秘书欲言又止 秦总说 聪明的人会先搞定女人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 才会去搞定男人 这意思是说 他已经搞定了罗森的夫人 而他 却还在想着怎么搞定罗森 秘书说完后 就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柳如烟发火 毕竟从未有人敢如此挑衅柳氏 可预料中的发火却并未出现 他抬眸 却只看见柳如烟眸色闪烁 盯着被关的死死的门 竟有一种戚风对手的意味 有意思 一周后 果然不出江成泽所料 沃尔沃斯最终被选中的合作伙伴 就是江市 搞定了罗森这尊挑剔的大佛 董事会的老头子 对江成泽再也无话可说 而江成泽一来 就帮江市谈成了这么大的合作 那些原本还对他工匠 颇有微词的员工 也全都心服口服 就这样 江成泽算是正式在江市站稳了第一步 苏清雪为了给江成泽庆祝 非要拉着他去逛街 竟然还拉着他到了一家卖钻机的店 这家店名叫乐发阿处理 虽然也是价格极其高昂的奢侈品牌 但因为创始人非常低调 而且大牌 一年也出不了几个新款 因此极其小众 被苏清雪拉进店里 江成泽有些懵 你要结婚了 没听说啊 跟谁 苏清雪没好气地敲了敲他的脑门 结你个头的婚 带你来看好戏的 你看那边 顺着苏清雪的眼神 江成泽看到一个穿着职业西服的男人 在认真挑选戒指 不过看他的样子 倒不像是能买得起这个牌子的 那是周淮安的助理 他在给周淮安挑订婚戒指 什么 柳如烟居然就要跟周淮安订婚了 看来 那天给他的订婚请柬 并不假 刚离婚 就订婚 江成泽静静静看着助理挑戒指的动作 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 他的确已经要放下柳如烟了 但平心而论 那不代表他可以放下自己过去受过的所有委屈 他和柳如烟结婚的时候 他除了一本结婚证 什么都没给过 那你带我来干嘛 苏清雪勾唇一笑 帮你出口气了 不过这个柳如烟也没多喜欢周淮安 连个钻戒都让他自己买 江成泽淡淡道 应该是工作忙吧 不管再怎么喜欢谁 工作永远才是他的第一位 说完 他低头想压下那股情绪 却意外地看到一枚钻戒 样子非常特别 他看得眼前一亮 苏清雪见他喜欢 立刻就让贵姐把那枚钻戒拿出来 可这时周淮安的助理也走了过来 见苏清雪已经拿出了钻戒 他很不好意思地说 抱歉两位 这枚戒指能让给我吗 他刚刚给淮安哥发了十多个款式 偏偏他也看中了这个 周淮安的脾气 可不像他表现给大众的那么温柔可人 实则又刻薄又跋扈 稍有不如意就要发火 本来江成泽也只是觉得戒指的样式特别 不打算买 可如果这是周淮安要的 他笑得冷淡 这钻戒我很喜欢 已经决定买了 助理为难地看着他 见这两人也不像是他得罪得起的 只好给周淮安发微信问怎么办 结果周淮安立刻就发了语音电话来 我说了 我要那枚戒指 他凭什么不让 淮安哥 是人家先说要买的 我不管 他知道我是谁吗 就敢跟我抢 助理的表情越来越难看 甚至还把电话递了过来 我老板 他想亲自跟您聊聊 江成泽都快气笑了 很快 那电话被苏清雪接了去 他表情并不好看 声音也低 戒指是我们先看中的 你说要 就要 怎么 你是抢别人的东西 抢习惯了吗 我管你算老几 戒指我买了 有本事你来抢 说吧 他直接挂了电话 在助理震惊的表情下 刷卡买下了这枚钻戒 牵着将成泽离开的店 另一头的周淮安 被劈头盖脸一顿骂 还被挂了电话 气得脸色铁青 他的脚如今好了很多 不用再坐轮椅 只有走路有些不方便 他立刻冲进了柳如烟的书房 柳如烟正在工作 忽然被打断 眉目间有些不愿 从前将成泽在的时候 从来不会贸然闯进他的书房 可一看到周淮安的脸 他恍然反应过来 怎么又想起了那的男人 他怎么能和淮安比 他缓下脸色 低声哄道 无妨 我给你买更好的 周淮安还是不高兴 抱怨道 都怪你不肯陪我去买钻戒 柳如烟桌面上合同已经堆积如山 连头都没抬 淮安 我工作确实很忙 借着你不陪我买 那婚服你总得陪我一起挑吧 婚服 我们这次只是订婚 需要选婚服 周淮安脸色一白 他当然知道现在只是订婚 可他害怕夜长梦多 想多给柳如烟点压力 让他快点办婚礼 所以干脆连婚服也擅自安排了 他祈求道 哎呀 如烟 我喜欢嘛 毕竟我想娶你 想得睡不着 见他这样说 柳如烟也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他从小到大做决定惯了 忽然这样被别人安排 心中难免有些不快 单单愣了一声 没再计较 可惜 他不跟周淮安计较 过了两天 周淮安却又找上了他 如烟 这个店员说 这件婚纱的设计师不肯卖我 乐丽是国内外有名的婚纱设计师 给很多豪门太太和女明星设计过婚纱 虽然很少有人见过他 但还是挡不了他在贵府圈的受欢迎程度 周淮安自然也不例外 看着周淮安愤怒的脸 柳如烟醋了醋眉 可周淮安仿佛浑然不觉 如烟 你家这个设计师的微信帮我说 我一定要给你买到这件婚纱 说完 还非抢过柳如烟的手机 加上了那个婚纱设计师的微信 再三叮嘱一定要开口 才终于离开 柳氏的面子 没有人会不给 书房回归安静后 他低谋看了一眼 名叫乐丽的微信名 愈发觉得周淮安最近被交纵得过于厉害 他并未理会 而是看向一侧准备给乌尔沃斯的合同 那是他早就准备好的 夜内人向来知道 只要他柳如烟看上的项目 没有人能抢得过他 这次 倒是让他摔了第一次跤 这几天 他一直在回想 将是总经理托人带的话 但不生气 只是愈想 愈觉得有意思 他很久没有过这种棋风对手的感觉 想着 他拨通了特助的号码 总裁 将是新上任的总经理的身份 你去查查 我要他全部的信息 是 挂断电话 刚要继续工作 忽然发现微信上多了一个小红点 拿起来一看 是之前那个婚纱设计师 通过他的好友请求了 柳如烟神色威廉 终究对周淮安的感情 还是压下了他的一切不耐 柳如烟 乐立设计师 有事 柳如烟 我是柳氏集团总裁柳如烟 那套北极新婚纱 我未婚夫很希望我穿上 希望你能卖给我 多少钱都可以 他发完这句话 那边便没有立刻回了 大约过了三分钟 这个设计师才回 这套婚纱是我最满意的作品 只卖给灵魂干净 善良 高尚的情人 抱歉 这句话看得柳如烟促起了眉 如果他没看错的话 这个设计师 是在拐弯抹角的骂人 最近真有意思 仿佛遇到的每个人 都在和他对着干 天之娇女柳如烟的耐心告庆 没再回消息 江承泽看着自己的工作微信上 再也没传来新的消息 也不再看手机 没错 江承泽就是国际知名的设计师Lily 他念书时就热爱婚纱设计 也颇有天分 哪怕是跟柳如烟结婚后 也私下里给不少名媛设计过婚纱 这次得知自己的婚纱 被周淮安看上 他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插足了他婚姻的小三 还想买他设计的婚纱 别做梦了 结果没想到柳如烟 竟然会为了周淮安 加Lily的微信 江承泽冷笑一声 把手机扔在一旁不再去看 第二天 苏清雪笑嘻嘻地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我发现了一些好东西 什么东西 江承泽处理着手中的公物 头也不抬 可能有些辣眼睛 苏清雪都觉得辣眼睛的东西 江承泽登视来了兴趣 他直勾勾地盯着他 眼底充斥着好奇 苏清雪将手中的照片递了过去 只一眼 江承泽就将照片狠狠砸在了苏清雪身上 面色难看 苏清雪 你有病是不是 拿这些照片恶心我 苏清雪一边大呼冤枉 一边捡起地上的照片 你就不觉得照片里那难的 有点眼熟 我怎么可能眼熟 我又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苏清雪争吼一瞬 下一秒便笑得直不起腰 他知道江承泽肯定是想歪了 乐不可知 你没看出来照片里的那个男人 是周怀安 江承泽瞬间双目圆瞪 一脸的惊诧 就在他以为苏清雪还在闹他时 一张轮廓清晰的照片放在了他的面前 照片里面那个姿态放荡 赤身裸体的男人 分明就是周怀安 余下的那些照片 行为更是不堪入目 周怀安所谓的勇闯娱乐圈 就是这么闯的 胸都快挤到那老女人脸上了 江承泽又看了一眼照片 只觉胃部翻涌一阵恶心 心里十分不适 柳如烟还当这种男人 是自己的初恋白月光 真是可笑 他很快把这些脏东西 赶出自己的脑海 开始认真工作起来 晚上 原本已经不回消息的柳如烟 竟然又给他发了微信 看上去应该是被周怀安烦得不轻 柳如烟说 价格我出三倍 卖给我 好家伙 柳总出手还真是大方 江承泽笑得讽刺 恍然想起了白天看到的那天照片 也不知道柳如烟如果知道周怀安是那样的人 会不会后悔 见他不回消息 那便似乎着急了 柳如烟 这套婚纱对我来说很重要 我和他都是彼此的挚爱 也是唯一爱过的人 而且我们马上就要订婚了 我可以邀请你来参加 我真的很爱他 只要你卖给我 我可以答应你任何要求 看着这段完全不像是柳如烟说出来的话 江承泽彻底争住了 他从来没有想过 高高在上的柳如烟会为人退让至此 唯一爱过的人 是吗 那他又算什么 这些日子以来刻意忽略的那些怨恨 终于再也压不住 江承泽闭了闭眼 随后淡漠地打出一行字 OK 那你们订婚那天 我亲自给你们送过去 为表祝福 我还有一个惊喜送给你们 另一边 周怀安偷偷用柳如烟的手机发完微信 见这个设计师终于答应了 得意的不行 刚想悄悄退出书房 柳如烟却忽然忽然开门进来 看着周怀安惊恶的目光 他目光缓缓下移 语气微冷 你动我的手机 周怀安第一次听他用这么冷淡的语气 难以置信地看向他 而后哭泣着跑回了房间 柳如烟冷了脸 这才看到周怀安跟那个设计师的聊天记录 也不算什么大事 但他实在接受不了周怀安这样 任性自作主张的性格 罢了 等会去哄哄 只是 忽然 脑海中一闪而过将成泽的面旁 他就从来不会做这种越过边界的事情 不过 自从离开后 那男人就再也没出现 这时 电话忽然响起 是特助打来的 江总 江市总经理的信息 网上被删得干干净净 只能查到 他是江市董事长的亲生儿子 三年前出了场车祸 后来成了植物人 前不久才苏醒 没了 其他的 都被删除了 柳如烟谋色欲加深邃 无妨 我订婚也会邀请他 既然查不到 那就见真人吧 订婚宴很快如期而至 这次柳如烟非常高调 几乎请来了京北的所有名流大佬 可见对周怀安的重视程度 苏清雪身为江市集团的副总 自然也拿到了一张邀请函 他拿着红酒杯 在角落静静看周怀安 挽着柳如烟 言笑艳艳地给宾客敬酒 周怀安今天得意极了 穿着一条极其张扬的蓝色西装 精致的发型 配上他春风满面的笑容 仿佛是人生赢家一般 上次的事情 虽然柳如烟呵斥了他 第二日 却又给他买礼物到了歉 他就知道 他始终是爱他的 否则 像他这样的人 又何时低过头 柳如烟面色却是一如既往的冷 直到看到来给他敬酒的苏清雪 他双眼微眯 是你 苏清雪笑笑 抱歉 刘总 那天在宴会不小心弄脏了你的礼服 这杯酒全当我给您道歉 说完也不管柳如烟接不接受 便将杯中红酒一饮而尽 柳如烟自然知道 这个人便是江市那的低调的副总 偏偏那么巧 他泼了自己红酒 而就在这之后 罗森就选择了江市为合作对象 好一个一箭双雕 苏总好手段 太阴色低沉 只是 贵司江总怎么没见来 他早就想见见这个对手了 周怀安看到两人之间微妙的氛围 又听到柳如烟竟主动提起什么江总 刚要问这个江总是谁 前方却忽然传来震震惊呼 他转过头去 却看到宴会厅中心原本关着的大屏上 忽然开始滚动照片 当看清屏幕上的人后 他脸色瞬间一变 整个人都开始颤抖 那些 竟然全是他的不雅照片 明显感觉到身边的女人身形一僵 周怀安急忙道 如烟 不是的 你听我解释 柳如烟盯盯着屏幕上那张熟悉的脸 一张脸冷得吓人 现场响起不小的讨论声 周怀安只觉得 每个人看向自己的目光都透着机窍和亲面 他从来都是清纯帅气的男人形象 这下全部毁于一旦 彻底成了别人的笑柄 忽然 宴会厅大门轰然打开 众人纷纷被吸引视线 只见江成泽穿着一身令人惊艳的白色西装 手拿着一个巨大的礼带 高调走了进来 看见消失已久的人忽然出现 柳如烟和周怀安几乎都是一惊 他颤抖着质问 江成泽 是你对不对 你嫉妒我跟如烟订婚 所以用这些照片陷害我 江成泽微微一笑 周先生 我想你误会了 今天我出现 是你求我来的 说着 他把手中的礼带打开 赫然是那件周怀安梦寐以求的婚纱 周怀安睁大了双眼 那个莉莉竟然是江成泽 柳如烟没功夫管这些 现场出了这样的照片 江成泽这个前夫又突然出现 他很难不怀疑是他 他伸手握住他的手腕 是你做的 江成泽全然不拒 神色哪里有半点曾经柔弱的样子 冷笑着反问 刘总是指那些不雅照吗 我这样的身份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柳如烟显然不幸 你什么身份 这时 人群中又冒出一个声音 斯黛拉挽着罗森跑了过来 看见江成泽后 惊喜地说 江先生 我们又见面了 而罗森看柳如烟 毫不客气地抓着江成泽的手指问道 刘总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来宾吗 何况江先生还是江市集团的总经理 太不礼貌了 柳如烟双眸骤然放大 江市集团总经理 江成泽 柳如烟脸色阴沉得几乎快要滴出水来 他一顺不顺地盯着江成泽 明明还是那清秀的五官 眼下的他却与以往截然不同 他高高在上的架势 咄咄逼人的模样 是他前所未见的 同样他也清楚地看见了他浑身崭露的锋芒 柳如烟越看心中越不是滋味 他不明白 可此刻满是嘲笑议论声的现场 让他根本无暇顾及这些 他根本没理会罗森的质问 而是拽着江成泽的手逼得更近 江成泽 你藏得可真深啊 苏清雪放下红酒走了过来 柳如烟怒急看着他 自己这场订婚宴 似乎成了一场最大的笑柄 相识总经理 呵 你到底想做什么 两人就此相识数秒 江成泽呼得一笑 明媚灿烂 你猜 柳如烟微微有些失神 这时苏清雪也赶了进来 而这时电话响了 柳如烟看了一眼 是公司打来的 他按了按眉心 接起了电话 柳总 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 突然全部被挖走了 现在公司已经没有办法正常运作了 谁挖走的 据说是 江氏集团 柳如烟博唇警敏 眼神冷到极致 听到江氏集团四个字 柳如烟下意识地看向苏清雪和江成泽 他的表情实在太可怖 好似要将他生吞活泼一般 他挂了电话 周身气势冰寒 你们俩挖走了我公司的人 江成泽淡淡一笑 就当是送给柳总您的一点小礼物 苏清雪也适适开口 怎么样 这些礼物江总喜欢 知道他们是来捣乱的 周怀安明白过来大叫一声跑向柳如烟 如烟 这一切都是他们做的 江成泽见得我们好 故意陷害我 那些照片都是批的 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 不愧是演员 楚楚可怜的演技让江成泽嘖嘖称奇 不过他也不在乎柳如烟信不信 他乐意做绿头龟 那是他的事 柳如烟此刻根本没空分辨那些照片的事 他一心只有柳氏的生死存亡 现在他哪还不明白 这一切都是江成泽一手谋划的 他的那些形象通通都是假象 这一刻 柳如烟才真正看清骨子里的他 你想要什么 江成泽盯着女人 公司和订婚宴 你选一个 原本一直不知道他会突然出现在这里 可当江成泽抛出选择题的瞬间 柳如烟头脑忽然清晰了 一个被他忽略得很久的答案 骤然浮现了出来 江成泽是真的喜欢他 不然以他的身份地位 哪里找不到更优秀的人 可他偏偏隐瞒身份娶了他 而眼下他更是不惜以公司作为要挟 逼他放弃这场定婚宴 他还是忘不了自己 想通这一切 柳如烟回忆和江成泽三年婚姻生活里的点点滴滴 几乎都是江成泽对他无微不至的好 江成泽 你不要再闹了好不好 喜欢一个人不是不不择手段的纠缠 而是潇洒的放手 这样对你和我都好 柳如烟一改脾气的好心劝慰 让江成泽一时会不过意 当他品出柳如烟话中的意思后 脸色猛地沉了下来 他竟然以为他是在纠缠 一旁 苏清雪不合十一地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刘总这一番话 但凡要点脸的人都说不出口 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 柳如烟身形一僵 江成泽暗柔着眉心 不再卖关子 单刀直入 刘总可能不知道 我这个人可是记仇得很 当年婚宴上 你二话不说丢下我回了公司 这一次 我想看看刘总的选择 会不会还是如此果敢 柳如烟心中一惊 当年婚宴的事 他隐约还有印象 嫁给了不喜欢的人 婚宴对他来说 也不过是走个过场 所以当时他根本没有 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没想到 江成泽居然一直记恨着 他认真地看着江成泽 在确定江成泽不是纠缠 而是报复时 他不得不正视这道选择题 良久 柳如烟冷不丁开口 只要我取消订婚宴 你就放过我的公司 江成泽胸腔翻涌着恶心 面无表情地问他 所以 你其实也并没有 那么喜欢周怀安对吗 柳如烟被他这么一夜回到 公司对我很重要 江成泽忽然嘀嘀地笑出声 就这一瞬间 他透过女人漂亮的皮囊 看到了他自私自利的内心 柳如烟或许是真的喜欢周怀安 可到底 他更爱自己 他绝对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 毁掉自己多年经营的事业 江成泽忽然觉得 柳如烟和周怀安 当真就是一对绝配 他们就连背叛 都能如此理智气壮 不仅是他如此觉得 苏清雪早在听到柳如烟的选择后 脸上就笑开了花 成泽 我就说嘛 刘总绝对会选择公司 江成泽虚虚地瞟了他一眼 一脸平静 别废话 接下来你说吧 江成泽不顾柳如烟满脸的诧异 寻着一处空闲的地方安然落座 他手指撑着下巴 一副势不关己的模样 见江成泽摆好了看戏的架势 苏清雪乐了一下 转头面对柳如烟 脸瞬间冷了下来 刘总难道就不好奇 我们为什么能一夜之间 撬走你们所有的核心员工 柳如烟被苏清雪直说痛点 眼神一暗 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 除了他手中有完整名单外 公司内部并没有人知晓 他可以确定 自己手中的名单被泄露出去了 而能偷走这份名单的人 众多面孔划过他的脑海 最终 他锁定在了一个人的身上 周怀安 能让他毫无防备靠近的人 只有周怀安一人 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柳如烟满心疑虑 脸色更是瞬息万变 苏清雪冷冷地盯着他 开口讥讽 看来 柳总一点都不了解 自己的枕边人啊 苏清雪的一语双关 柳如烟听懂了 他看了一眼江成泽 转身离去 苏清雪走到江成泽身边 撇了撇嘴唇 你的这道选择题 没有一点意思 还是直接了当来得爽快 苏清雪的计划简单粗暴 在订婚宴上揭露 周怀安不堪的过去 回掉柳如烟的公司 让两个站在云端的人 一起跌落 而江成泽则给他出这道选择题 苏清雪看得出 他还是心软了 他给柳如烟选择的机会 柳如烟选择公司 就代表他放弃周怀安 两人的相互背叛 将这场订婚宴 活生生演成了一出闹剧 而这场闹剧 才刚进入高潮 周怀安早已经瑟瑟发抖 只恨自己跟过来 柳如烟满目阴沉 怒气冲冲地质问 为什么要这么做 周怀安心里顿时乱成一片 脸上还强装镇定 如烟 我什么都不知道 看着他闪躲的眼神 苏清雪给了你什么好处 让你出卖我 请客 周怀安大惊失色 他不可置信地盯着 沙发上的女人 那个人 是你 前两天 有一个匿名账号 给他发送了自己的 那些不雅照片 以此为要挟 让他偷出柳氏的人员名单 苏清雪耸了耸肩 一副皮皮的模样 周怀安彻底慌了 他扯着柳如烟的礼服 声声哀求 如烟 你原谅我好不好 我根本不知道是他 我不是诚心的 是他威胁我 周怀安声泪俱下 哭得梨花带雨 一时间 柳如烟也有些动容了 这时 苏清雪横插一脚 拱了拱火 你不如跟刘总好好说说 我是怎么威胁你的 苏清雪话音刚落 周怀安的哭声立马止住了 他摇晃不定的瞳孔 满是惊慌 你答应过我的 只要我帮了你 你就会保守秘密的 苏清雪翘着二郎腿 嗓音性感 只终究有包不住火的一天 你就没有想过 我手上的那些东西 是从哪里来的 瞬间 周怀安瘫坐在了地上 一脸失魂落魄 柳如烟忽然明白过来 整个人如遭雷击 所以 周怀安不仅背叛了他 外面那些不雅照片 也全部都是真的 他被气得几乎要吐出一口血来 差点没能稳住身子 看着大屏幕上 一一闪现的大尺度照片 柳如烟气的双眼冒火 看着周怀安的眼神更是深恶痛绝 而一旁的周怀安 早在被这场风波气得昏了过去 留下柳如烟 独自承受众人的眼神 绕世柳如烟 也有承受不住的时候 眼下他头上的绿帽又高又大 还冒着光 换做任何一个上位者 都没有办法承受 此时他由不得庆幸 庆幸订婚一事没有完成 庆幸这只是订婚 并不是结婚典礼 于是 他当着众人的面 愤怒地宣布 从今天起 我和周怀安再无瓜葛 说完他便匆匆离开 在路过苏清雪和江成泽时 他恶狠狠地盯着两人 江成泽 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恶毒 苏清雪听闻 不快地想要起身 江成泽拉住了他 没有说话 在柳如烟离开后 江成泽才开了口 他表情不悦 苏清雪 你答应过我 不会将照片公之于众的 他的声音没有很大起伏 平平淡淡的 苏清雪偏声听出了 里面极大的愤怒 他烦躁地择了一声 当即否认 照片不是我放的 这场宴会里 除了你 还有谁会干这种事 面对江成泽的质问 苏清雪哑口无言 江成泽看了他一眼 眼底的怀疑越发深 苏清雪心事作风 向来大胆狂放 这些照片或许对他来说 或许只是一件 不值一提的小事 但江成泽的底线 不允许他这么做 他无法接受 将任何男性 赤身裸体的照片 公之于众 就算照片里的人 是心甘情愿的 他的想法 苏清雪明明清楚 但他偏偏做了 屏幕里的照片 和苏清雪之前 给他看过的一模一样 而且苏清雪最初的计划 也是想用这种方法 让两人脸面全无 他不得不怀疑 苏清雪背着自己 又偷偷地用上了这招 江成泽看着 被抬走的周怀安 别过眼 不再理会苏清雪 这是两人相处 二十多年 第一次生出来嫌隙 苏清雪心里闷着火 脸色也没有好看到哪里去 头一次 他对江成泽甩了脸色 一声不吭地 独自离开了 江成泽看着他的背影 心里五味杂陈 他想给苏清雪时间 好好反思自己的行为 等到他意识到自己做错了 他就会回来找自己认错的 可是 整整一个星期 江成泽都没有再见过苏清雪 江成泽叫着劲 也没有主动联系过苏清雪 直到这天他来公司 才知道苏清雪 竟然辞去了公司副总的职位 离开了 江成泽捏着手机 犹豫了半天 终于拨通电话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苏清雪电话关机 别墅不回 江成泽这才反应过来 他在躲着自己 他本就烦躁不已 回去还得被江副追问 怎么好长时间没见到苏清雪了 你们吵架了 没吵架 江成泽语气不耐 一听就是闹矛盾了 苏清雪那孩子脾气好 又稳重 是不是你惹他生气了 我没有 没有他怎么连公司的职务都辞了 你啊 就是仗着苏清雪惯着你 肆意妄为 从来不考虑人家都感受 这回 终于把人给惹恼了吧 江成泽张着嘴 就要反驳 可话到了嘴边 却怎么都说不出口 他知道江副说的没有错 苏清雪对他向来是包容的 他和苏清雪青梅竹马 从小一起长大 苏清雪也就只大他一岁 但总会像个大姐姐一样 保护着他 他诸多任性妄为的举措 都有苏清雪在他背后默默扛着 当初他执意要取柳如烟 苏清雪第一次对他发了脾气 但耐不住他的哀求 最后他默默在他身后 守护了整整三年 并且在他最狼狈的时刻 把他接回了架 之后他帮他疗伤 帮他治愈 帮他重新开始 他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为了他 可那天 他怀疑了苏清雪 事后他不是没有后悔 但是他一直等着苏清雪 主动来找他 就如同之前的很多次一样 不管是对是错 总是苏清雪率先低头哄着他 江成泽在记忆中翻来覆去地寻找 没有一次 没有一次是他主动的 坚持这么多年 苏清雪是不是也累了 他是不是再也不会来找自己了 想到这里 江成泽没来由的一阵心慌 他再次拨打苏清雪的电话 万幸 这次终于通了 电话那头声音嘈杂 江成泽叫了很多声 苏清雪的名字都没有人回答 直到他听到一个交答的男生 哥哥 姐姐在酒吧安全得很 不用担心哦 呵呵呵 男人的娇笑声穿透耳膜 江成泽攥着电话 怒气横生 亏他刚才还在自我反思 还想着主动找他和解 他竟然背着自己 在外面风流快活 该死的苏清雪 江成泽大力掐断电话 越想越气 在如何都咽不下这口气后 江成泽换了一身衣服 开着最爱的跑车 直接杀到了酒吧 这家酒吧是苏清雪最常来的一家 江成泽以前也被他带来过几次 那时候他年轻小 谈完 一进来就跟着一群人分完到了一起 最后都喝得烂醉如泥 每次都是苏清雪给他收拾烂摊子 后来 他就明令禁止他带来酒吧了 恰好那时他喜欢上了柳如烟 对酒吧也就兴致缺缺了 江成泽刚进入酒吧 迎面就来了好几个女的过来搭讪 他冷冷回绝 这些人反而越挫越勇 纠缠不惊 烦不胜烦的 江成泽脱口而出 我老婆在这里泡男人 我来抓人的 不要打扰我 这话一出 搭讪的人实相地退下了 暗地里却也在默默关注 他抓奸的进展 苏清雪是这里的常客 很多人都认识他 江成泽随便问了个吧台的人 就得到他的包厢的位置 江成泽要了一杯蓝色玛格丽特 一饮而尽 辛辣刺激停留不过数秒 随之留下的是清新澄澈的魅气 江成泽酒量差 但凡度数高一点的 就会一杯倒 而玛格丽特的度数 对他来说就刚刚好 以前他就能喝上好几杯 但今天不知怎的 江成泽才走到包厢门口 就觉得有点上头了 他提着有些软绵的双臂 推着包厢 没曾想 里面刚好有些拉开 意识不备 江成泽一头扎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 你放开我 我要找苏清雪 江成泽推耸着眼前的女人 挣扎着从他怀中出来 语言轻笑了一声 灼热的鼻息喷洒在他白皙的脖梗上 江成泽忽然打了个酒格 浓郁的酒味上涌 熏得他头晕脑胀的 苏清雪呢 给我把苏清雪叫出来 江成泽胡乱地挥着手 吃着小脑袋冲着包厢里面叫嚣 此时 他意识已经有些迷糊 压根注意不到 包厢里面除了眼前这个女人 哪里还有其他的人 乖 我带你进去找苏清雪 语言揽着江成泽的胳膊 将他带进了包厢内 被放在沙发上躺下后 江成泽终于觉得舒服了点 嘴里仍是执着地喊着苏清雪的名字 语言坐在他的身边 扶起他的头 让他枕在大腿上 他的手指像是有自我意识一般 从江成泽饱满的额头 到不舒服皱起的眉眼 再到精致的鼻梁 最后 落在他的脖唇 语言眼色一暗 重重地揉搓的两下 换来江成泽一声不舒服的哼紧 语言贴在江成泽耳边 又哄 你来找苏清雪干什么 江成泽迷糊间听到苏清雪的名字 激动地想要做起来 刚动作就被按了回去 语言又重复了一遍 江成泽拦了奴嘴 我来抓奸的 苏清雪在外面泡演男人 语言正愣一瞬 呼地笑出了声 你怎么知道苏清雪在外面泡演男人 江成泽似乎有些生气 我听到了 那个男人的声音 干 江成泽说着又打了个酒阁 浓郁的味道冲了女人一脸 女人猛地后退 动作太大 江江成泽的头摔回到了沙发上 你个小醉鬼 酒量不大还爱喝 以前带你来酒吧 要不是给你酒里面兑了水 你以为你能连喝三四杯 还保持清醒 江成泽被摔了一下 脑子有些清醒了 他努力睁大眼睛 苏清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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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眼前的女人是苏清雪 没错了 江成泽挣扎着从沙发上起来 苏清雪收敛神色 故作冷漠地给他喂了一口水 这态度跟方才大相径庭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 江成泽环顾四周 非常意外 偌大的包厢里面 居然只有他或苏清雪两人 苏清雪瞥了他一眼 冷着脸不说话 江成泽又喝了一口水 开口仍是干干巴巴的 不知道从何说起 苏清雪 你为什么要辞职啊 这些天我打了你好多电话 你怎么手机也关机 我爸还一直问起你 问你怎么 江成泽 苏清雪突然出声打断 就连叫着江成泽名字的口吻 都是前所未有的冷漠 江成泽内心滑过不安 他是第一次见到苏清雪这番模样 活了二十多年 他经历了很多也失去了很多 可不论怎样 他从来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失去苏清雪 在他的认知里 苏清雪就是他的亲人 是会永远陪在身边的存在 苏清雪 对不起 我不该不相信你 在将道歉的话说出口的瞬间 江成泽感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很后悔这么多天 他暗自叫着劲 差点将苏清雪越推越远 他垂着头 第一次不敢正视苏清雪的脸 沉默良久 就在他有些按捺不住时 他听到了苏清雪长长的叹息 难得啊成泽 我有生之年 竟然还能等来你的主动道歉 江成泽猛然抬头 入眼便是苏清雪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 被骗了 意识到苏清雪是故意捉弄自己 江成泽气得把腿就走 苏清雪忙不迭地跟了上去 等到了大厅 苏清雪终于逮住了江成泽 扯着他的手不让他挣脱 忽然 之前搭讪的几个女人凑了过来 帅哥 抓到你老婆了 帅哥 你老婆这么漂亮 可得看紧了 就是 看紧点 别让他再来酒吧跟咱几个抢男人了 江成泽尴尬的脚趾头快要抓地 苏清雪笑得一脸意味深长 回家路上 江成泽没有说话 苏清雪也没有开口 但他古怪的眼神却时不时地瞟向江成泽 没事就偷偷瞄上两眼 笑一下 没事就偷偷瞄上两眼 笑一下 一次两次还好 多了江成泽就有点恼火了 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江成泽喝了酒 说话就不带丝毫遮掩 苏清雪勾着唇 笑得一脸奸诈 他们说我是你老婆 苏清雪故意将投靠得极尽 尽到江成泽能清楚地感受到他的呼吸 他抬手将他烦人的脸推开 我进酒吧那几个家伙烦得不行 我就随口胡辩的一句 苏清雪常常地呕了一声 半开玩笑道 像我这样优质的女人 已经是世上少有了 你争取争取可能还有机会 江成泽脸上一派和煦微笑 脚下却生猛有力 狠狠给了苏清雪一脚 优质女人 世间少有 我看像你脸皮这么厚的女人 确实是世间少有了 江成泽看似出脚用力 但实际并不痛 偏偏苏清雪一脸痛不欲生地 倚靠着江成泽 嘴里不依不饶 这要给我踢残废了 我下半辈子就赖上你了 江成泽狠狠白了他一眼 两人一路笑闹着和和睦睦地回了江家 江成泽本以为两人和好如初了 苏清雪也该回公司了 可当他提起的时候 苏清雪直接拒绝了 诚泽 我帮你管理了这么久的公司 也该给我放个长假了 我目前还没有回公司的打算 你要休多久 一年 两年 都可以 江成泽将手里的文件直接丢了过去 你想得美 最多一个月 苏清雪一脸无可奈何 那就再十一个月吧 苏清雪说休假 当真就是休假 半个月的时间 江成泽见了他不过五次 以至于江副再次怀疑 两人是不是吵架了 没有了苏清雪的插科打混 江成泽觉得上班时间 也变得有些难熬起来 这天他正心不在焉地看着合同 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看到那串熟悉的号码 江成泽心脏猛低一跳 手指竟然不小心点了接通 江成泽 我希望你能帮帮我 电话那头 柳如烟极不可耐到 为什么你觉得我会帮你 江成泽语气平静 毕竟我们夫妻一场 我知道你不会这么绝情的 听着柳如烟的话 江成泽差点要笑出声望 什么时候柳如烟 竟然还会惦念起 他们之间的夫妻情谊了 抱歉刘总 我觉得我们之间 应该早就一刀两断了 如果硬要说的话 你还欠我一栋房子和五百万 江成泽听到了电话那头 传来的牙齿摩擦的声音 想来对方气得不轻 梁九 柳如烟说道 江成泽 你就一定要将我也逼上绝路吗 江成泽皱眉反驳 耶 请你谨慎用词 我可没有将任何人逼上过绝路 要不是你那天放出淮安的丑照 他怎么会在医院自杀 江成泽心脏一阵狂跳 攥着手机站在原地 半天会不过神 有那么一瞬间 他觉得自己可能出现了幻听 你说什么 周怀安自杀 你不会不知道吧 柳如烟故意将事情往言中了说 来恐吓江成泽 周怀安是自杀了 但并没有成功 手腕仅仅是划破了一道口 就被医护人员发现了 但他也没有说谎 周怀安确实是自杀 只是未遂 江成泽听到消息后 第一反应就是给苏清雪打电话 苏清雪听后也很震惊 以他对周怀安的调查来看 他并不是那种会遭受打击 求死的人 承泽 我现在不在国内 我会尽快回国 你等我回来一起处理 江成泽不知道苏清雪 什么时候出的国 想来是有很重要的事 你安心处理自己的事 这边我能行 苏清雪对他仍是不放心 又叮嘱了几句才放下电话 对于订婚宴上的事 江成泽心中始终是有点在意的 周怀安之所以会自杀 肯定与这件事脱不了关系 私损片刻 江成泽决定去荣城看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有人抢前一步将他在医院外拦截住 江成泽 我们好好谈谈吧 柳如烟一身得体套装 发丝梳得一丝不苟 漂亮的模样一如往常 许是已经看清了眼前女人的本质 江成泽如今在面对他 内心没有丝毫的波动 不过一年的时间 他满腔的爱意 竟然已经消散得干干净净 江成泽不想与他纠缠 冷冷地说了句 让开 柳如烟脸色变了变 强忍着怒意 依旧好声好气 江成泽 你能不能投资我一笔钱 我的公司出现了一点麻烦 江成泽眼波流转 目光锁定着柳如烟那张美丽依旧的脸 语气淡淡 我为什么要自助你 柳如烟见江成泽语气 不似以往那般冷漠 以为能有机会 于是夸夸其谈 向江成泽许下了很多承诺 但期间 他只说得意 不说风险 你的公司本就还没有具备上市的能力 强行上市只会让公司面临更大的危机 以你公司现在的情况 我投入资金明摆着有去无回 江总 你这不是在给我挖坑吗 柳如烟如遭重击 他到底还是轻视了江成泽 他本以为江成泽 不过是挂了个总经理的头衔 本身没有任何企业管理的能力 所以他说的天花乱坠 直接将利益最大化 没想到 一眼就被他识破了 但放眼望去 能帮他公司起死回生的 也只有江氏集团了 柳如烟拉着江成泽 仍旧不依不饶 大听广众之下 江成泽不想弄得太难看 敷衍地说了句 我考虑考虑 才将人成功摆脱 可进去医院后 他也没有得到片刻轻松 如果说一点 周怀安对他只是轻视 或者怀揣着一丝敌意 眼下 他就是将自己当成了敌人 江成泽 你是故意来看我笑话的吗 周怀安的模样 憔退了很多 虽然疯子不似以前 但依旧好看 江成泽的目光 不自觉落在他的手腕上 面上闪过一丝不忍心 被周怀安完美地捕捉到了 猫哭耗子假慈悲 当初如果不是你 我又怎么昏落得 现在这样的下场 江成泽 你少在这里恶心我 江成泽没有说话 默默掏出一张支票 放在周怀安床边 我不同情你周怀安 那些事 是你自己心甘情愿做的 怨不得别人 至于照片被公之于众 那是一个意外 照片被公之于众的是 江成泽不确定 是不是苏清雪所为 虽然他和苏清雪 关系恢复如初 但是横跟在两人之间的 这件事并没有解决 所以 他给了周怀安这张支票 说是补偿 亦或是其他都好 目前他唯一能想到的方式 也只有这个了 周怀安瞟了眼旁边的支票 嘴唇弯了弯 江总真是出手扩托 江成泽读不出他的情绪 不知道他是真的愿意 收下支票 亦或是在讽刺他 东西给你了 我就先走了 江成泽不想再多留一刻 转身就要走 忽然 周怀安叫住了他 你想不想知道 三年前我为什么会拒绝柳如烟 而三年后又同意跟他在一起 江成泽有些莫名 不懂周怀安为何要跟他说这些 但隐隐的他又有些好奇 他站在周怀安的床边 静静地看着他 你就这么对待一个病人 过来点 我悄悄告诉你 江成泽听他声音确实有些虚弱 于是拉着凳子坐下 将耳朵凑了过去 他偏着头 静静等待 正好错过了周怀安眼底的疯狂 周怀安一边截着手腕上的绷带 一边轻声说 三年前 我正当红 追我的人排着队 他柳如烟我看不上 手腕的伤口不深 他动作间伤口撕裂 鲜血再次流下 江成泽隐隐察觉一股腥胃窜入鼻腔 他正想回头 却听到周怀安继续 三年后 是我主动找上的柳如烟 我拍下骨折了 去了医院 医院说 周怀安忽然停住 没有再继续 江成泽疑惑回头 迎面碰上了周怀安撕裂的手腕 请客 浓郁的鲜血味涌入鼻腔 江成泽白金的脸上沾染了一片血污渍 错不及防地 江成泽不知做何反应 猛然间 他听到周怀安语气森冷地说 医院说 我感染上了艾滋病 请客 江成泽整个人都慌了 他疯了一样跑出病房 四处寻找着洗脸的地方 没事的 没事的 只要洗掉就没事的 江成泽心里反反复复地念叨 眼神已经没有了焦距 混乱间 他迎面撞到了一个人 江成泽 你怎么了 江成泽听到了苏清雪的惊呼声 意识到自己撞到的是苏清雪 他像是被烫到了一般 赶紧拉开两人的距离 苏清雪见他半边脸上沾染了血渍 吓坏了 满脸担心地想要查看情况 江成泽却将自己避如蛇蝎 忽然他听到江成泽声音颤抖地说 苏清雪 别 别靠近我 我可能 可能感染艾滋了 苏清雪竖然睁大双眼 震惊地无以复加 不过一会 他就回过神 小心地拉着江成泽的手 别怕 我们把血洗掉 去做个检查 江成泽早就六神无主 他像是一具没有了灵魂的躯体 任由苏清雪牵着走进洗手间 他仔仔细细地擦拭着江成泽的脸 小心地避开眼口鼻的部位 随后马上带着他去抽血检查 江成泽是在抽血的疼痛中回过神的 整个人还处于惊慌的状态 他看着苏清雪将自己紧紧抱在怀里 激动地想要挣扎 却被他遏制住了 成泽乖 抽完血就没事了 江成泽鼻头一酸 声音哽咽 苏清雪 你离我远一点 我真的可能染上了 谁料 他话音刚落 苏清雪将他抱得更紧了 就算真的染上了 我也会照顾你一辈子 艾滋的检测结果要两周左右才会出来 等待的时间里 江成泽经历了人生又一段难熬的时期 他的心每天都像是在油锅上肩 翻来覆去 痛苦之击 好在 苏清雪一直不离不弃地陪着他 最初的两天 江成泽无时无刻都和苏清雪保持着距离 就连偶尔之间相处都让他身体站立 苏清雪见他如此小心翼 反复跟他科普爱字的传染途径 血液 性 母婴传播才会感染 我们日常接触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万一呢 万一流血了 苏清雪这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一定要注意 江成泽一脸严肃 苏清雪满眼疼惜地扑进他的怀中 小心安抚 吃饭不会传染 拥抱不会传染 亲吻不会传染 我们能在一起做很多的事 这些都不会被传染 假设 万一 你真的不小心感染了 我说过的 我会照顾你一辈子 你不用害怕 江成泽眼眶一酸 眼泪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他鼻子堵塞 声音嗡嗡的 那眼泪会传染吗 苏清雪正正地看着江成泽 见他哭得像只小花猫 一脸不怀好意地靠近 猝不及防地 他在江成泽脸上浅着了一口 回味一番道 我觉得眼泪不会传染 江成泽又惊又怕 他蹭个一下站了起来 退后竖步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清雪 你 你干什么 你疯了吗 你讨厌我亲你 苏清雪脸色有些不好看 我是说 我很有可能感染艾滋 我脸上还有眼泪 你要是碰到也感染了怎么办 听到江成泽的大声解释 苏清雪眼底隐满了笑意 他兴冲冲地向前 将两人距离迅速拉近 所以 你并不讨厌我亲你是不是 你 你不要扯别的 我跟你说正经的 江成泽气得直跺脚 脸上却泛起了可疑的红韵 苏清雪一手按着江成泽的肩膀 双目对视间 江成泽看到了他前所未有的认真 江成泽 我喜欢你 不是姐姐对弟弟的喜欢 是恋人之间的喜欢 原本我还想等等 等你真正从上一段感情中走出来 但是现在我不想等了 我想名正言顺地站在你身边 想要以恋人的身份给你依靠 想光明正大地扑进你的怀中 告诉你 我爱你 江成泽养着头 明明后颈酸胀 但他却浑然不觉 他所有的思绪都在苏清雪的一番爆炸性的表白中 被轰炸得灰飞烟灭 苏清雪居然喜欢他 这怎么可能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他一直以为苏清雪对他就是姐姐对弟弟的感情 可现在 他喜欢 说爱 说想成为恋人 内容太劲爆 江成泽实在消化不了 一时间 就连他可能的爱字的事都被暂时抛中脑后 见他一副吓傻的模样 苏清雪温柔无限 我不会逼你 你好好想想 在你没有想清楚之前 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相处 苏清雪突如其来的表白 着实吓了江成泽一大跳 他红着脸 耿着脖子说不出一句话 最后一声不吭地躲进了房间 待到思绪平静一些 他开始怀疑刚才的一切是不是幻觉 抑或是 苏清雪是在捉弄 一定是的 江成泽疯狂给自己暗示洗脑 可是 他手指抚过脸颊 那里落下的吻还清晰滚烫 就连苏清雪饱含爱意的眼神还挥之不去 一切都太真实了 江成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 他卷着被子在床上滚来滚去 心乱成了一团 他逼迫自己不去想 但偏偏苏清雪那张漂亮脸蛋 像是病毒一样入侵了他的大脑 不论怎样都驱散不掉 不知不觉间 他回忆起了两人过往的种种 江成泽第一次见到苏清雪 是他刚上小学的时候 他从苏清雪家围墙下的小洞 偷偷溜进去时 被苏清雪逮了个正招 那时 小江成泽刚钻洞钻到一半 灰头土脸 看到与他年纪相仿的小苏清雪时 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冒着光 他仰着小脸 兴奋地挥着手臂打招呼 我叫江成泽 你叫什么 苏清雪一脸好奇地 看着小花猫似的江成泽 缓缓吐出名字 苏清雪 自此 江成泽正式闯入了苏清雪的世界 江家一脉单传 江成泽从小身边就没有玩伴 他对突然出现的苏清雪分外热情 隔三差五的就去他家找他玩 苏清雪家没有江成泽家大 但苏清雪家也没有江成泽家人多 江家上上下下家起来大几十口人 而苏清雪家只有三个人 苏清雪 苏清雪妈妈和一个上了年纪的保姆 后来江成泽才知道 苏清雪父母离异了 他跟着妈妈搬来了这里 苏清雪小时候话不多 透着一股子与年纪不符的稳重 江父对他很喜欢 平时对他也诸多照顾 渐渐地江成泽和苏清雪 也走得越发近了 从小学到初中 再到高中 江成泽和苏清雪几乎形影不离 相伴了整个年少时期 江成泽叛逆 性子也 经常在外面闹事 每一回都是苏清雪 默默跟在他后面收拾烂摊子 久而久之 就有人传 苏清雪喜欢江成泽 彼时江成泽正直青春期 春心萌动 而身边的女生 没有一个比得上苏清雪 渐渐地他也生气过 一点点别样的情愫 可一次无意间 他听到苏清雪对江父说了一句 我把成泽当弟弟后 江成泽那一点点小心思 彻底烟消云散了 往后 真就全心全意 将苏清雪当作姐姐 直到几年后 他爱上了柳如烟 一发不可收拾的那种 他第一次对苏清雪说 他喜欢上了一个人时 苏清雪一脸惊讶 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然后 江成泽兴奋地说出来柳如烟的名字 苏清雪一言不发 沉默了许久 看着他的眼神尤为复杂 最后重重一声叹息 从那之后 苏清雪似乎开始变了 他开始变得花心肆意 流连于各种酒吧 江成泽也是那以后 被他带去玩过几次 可是那时的江成泽满心满眼 都是柳如烟 根本注意不到苏清雪的变化 后来 他求苏清雪帮他 他要嫁给柳如烟 那是第一次 他觉得苏清雪看他 像是看着一个陌生人 当时满腔的爱意 糊住了他的眼睛 他看不见别的一切 苏清雪经不住他的苦求 再次帮了他 结婚后 苏清雪来找过了他几次 江成泽这时才发现他的变化 苏清雪染上了抽烟的坏席 每次来见他 身上都是挥散不惧的烟草味 江成泽说过他很多次 苏清雪只是看着他 无味的耸耸肩 久而久之 江成泽也不多说了 后来他离婚了 苏清雪身上的烟草味也淡了 偶尔嘴上会百无聊赖地咬着一根 但从没有见他点燃过 过去的一点一滴清晰浮现 江成泽这才恍然发觉 过去的二十多年 苏清雪对他究竟有多好 他也不禁开始反思 为什么他能理所当然地 接受苏清雪的好 只是把他当哥哥嘛 江成泽一夜未眠 第二天起床 眼底一片黑青 小心翼翼地拉开卧室门 咖啡浓郁的香味扑鼻而来 江成泽忍不住深吸了几口 心情一下子顺畅放松了些 昨晚没睡好吧 要不要来杯咖啡 苏清雪端着咖啡 迈着稳重的步伐走了过来 他一身休闲舒适的居家服 深邃的眉眼被额前散落的长发遮住 眼角弯起的弧度 暴露了愉悦的情绪 江成泽正正地看着他 没来由的 他竟看到了几分苏清雪年少时的影子 苏清雪从小到大就生得好看 特别的是高中大会 对他心事神往的男生 如过江之际络络绎不绝 苏清雪五官精致 眉眼伶俐 面无表情的时候会给人一种距离感 让人无法轻易靠近 但偏偏 苏清雪爱笑 与那些故作高冷的女生不同 苏清雪的嘴角时常都是上扬 眼底也时常含着笑意 这样的苏清雪 没有哪个男孩不喜欢 苏清雪的手掌在江成泽眼前晃了晃 江成泽猛然回神 发觉自己不知不觉又想到了从前 心中暗闹 一定是昨晚想以前的事想得的太多了 江成泽揉了揉眉心 将脑袋里无端生起的思绪一一散去 我准备了早餐 去吃点 苏清雪将江成泽推到餐桌旁 转身给他也断了一杯咖啡 江成泽闷声坐下 细细咀嚼 慢慢吞咽 肢体僵硬的如同一个机器人 直接将一旁的苏清雪逗乐了 江成泽听到他的笑声 下意识地白了他一眼 两人眼神相撞 他慌忙收回视线 该死 他怎么会变成这样 不就是一个告白吗 他当作没有发生正常相处就好了 为什么一大早的就丑态白出 成泽 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忽然 苏清雪一本正经地说道 江成泽手上动作一顿 连起心思 偏头看向他 我去医院确认过 周怀安在一年前确诊染上了艾滋 事后他花了一大笔钱 封了医生的口 苏清雪密切关注着江成泽的表情 看着他脸色瞬间惨败 心脏一疼 身体率先有了动作 他将江成泽抱住 宽厚的手掌轻扶着他的脊背 别怕 有我在 闲少有人愿意当异类 大家想要被包容 被接纳 现在的江成泽急需的也是这些 幸好苏清雪全心全意地接纳了他 将他从崩溃和绝望地救了回来 此时江成泽心里虽然难受 但也渐渐接受了现实 他的耳畔是苏清雪急促的心跳声 鼻息间是苏清雪身上沐浴露的清香 还有满满的安全感 或许是苏清雪的怀抱很温暖 亦或是需要一个依靠 江成泽就这样被他抱着 并没有挣扎 见他并没有太大一样 苏清雪继续说道 订婚宴上放出照片的人 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苏清雪话音刚落 江成泽立刻脱离怀抱 紧紧盯着他是谁做的 苏清雪神色一脸 唇半开合 如果我没有猜错 应该不止一个人 江成泽本想继续追问 听到苏清雪说还要调查确认一下 他就没有再多说 安心等待结果 时间过得很快 江成泽窝居在苏清雪公寓一周后 终于接到了医院的电话 等到结果宣布的那一刻 江成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煎熬 他无意识地掐着苏清雪的胳膊 尖锐的指甲渗进肉里 苏清雪一声不吭忍受着 江先生 您的HIV检测结果为阴性 结果正常 目前您并没有感染 但基于您的情况 有存在窗口气的风险 建议您一个月后再来检测一次 江成泽的一颗心就像是吊着微压 刚刚放下来 又被提了上去 整个人再次猛住 检测结果不是正常吗 为什么还有风险 还要检测 这样是不是意味着 他还是有可能感染了艾滋 江成泽仍是有些慌了神 但相较之前的慌乱 还是冷静了不少 苏清雪温柔地抚摸着他的碎法 从他手中接过电话 冷静从容地咨询医生具体情况 当再次确定 目前的检测结果并不是最终的结果 江成泽还是有感染的可能性时 苏清雪的面色也凝重了起来 挂断电话 他看着江成泽认真说 一个月后我陪你再去检测一次 不用担心 肯定会是好结果 江成泽脸色平静 轻轻汗手 内心激荡不起任何的情绪 他的害怕 惊恐 绝望 在之前就已经被消磨殆尽 在接到电话的那一刻 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现在他只不过又重新站在了审判台上 面临新一轮的审判 这一次 他不想再表现得那么切弱 他不想让苏清雪再为自己担心 之后一段时间 江成泽慢慢回到了以前的状态 苏清雪仍是放心不下他 想让他休息一段时间 但江成泽执意要回公司 苏清雪熬不过他 只得陪着他一起回去 很快 他就去医院做了第二次的检测 然后等待结果 在他等待结果的期间 荣成被一个巨大的丑闻 搅得天翻地覆 惊爆 致命男星周淮安感染艾滋 重病入院 此前周淮安定婚宴被报验照 之后被把他与众多商界大佬关系亲密 私生活混乱 去调查 与他关心亲密的数位大佬 HID检测均为阳性 江成泽偶然看到这则新闻时 惊诧不已 仔细翻看后 背后更是惊出一身冷汗 周淮安居然在得知自己感染HIV后 隐瞒病情和数个女人继续保持亲密关系 最让人揪心的是 和他发生关系的数名女子 不知自己感染的HIV 连带着将家中无辜的丈夫一同感染了 其中还包括一个已经协议离婚的男人 当初在周淮安的婚礼上爆出照片的人 就是这名男子连和其他几位丈夫一起做的 周淮安如今落的这个下场 也算是自作念 感染上HIV 这辈子就算是毁了 从上次医院之后 江承泽就知道周淮安内心狠毒 他本以为他只是对自己报复 没想到 从一开始 他就是良知明面 他拥有着美丽帅气的皮囊 却包裹着一副蛇蝎心肠 专门去吸引那些贪婪色欲的女人 然后毁掉更多无辜的人 没有人愿意成为异类 而他选择了最为极端的方式 将所有人都变成异类 肃清雪走进办公室时 江承泽刚好放下平板 他一眼看到了平板上的内容 十分坦诚 是我干的 江承泽一惊 神色微变 他有思考过这个可能性 但没想到真的是苏清雪 猛然间 他想到了之前在订婚宴上了 他对苏清雪的怀疑 虽然后来他主动道歉 挽回了苏清雪 但那时 他心底还是留有怀疑的 直到现在 这份怀疑才算彻底消散 一时间 他面路窘迫 不知道该如何开口了 他不由地想到那日 苏清雪被他冤枉的心情 一定很不好受 如若换做自己 早就与苏清雪绝交了 他只不过轻轻一哄 都还算不上哄 苏清雪就原谅了他 像是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包容着他 越是深想 江承泽越是无地自容 这些年 他从来没有考虑过 苏清雪的心情 也没有设身处地的 苏清雪着想过 只知道一味的索取 一味的请求 从来没有主动付出过任何 对苏清雪 他亏欠了不知道多少 苏清雪 对不起 之前我不该怀疑你 江承泽知道 迟到的倩意清剑如草 但是除此之外 他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 可他必须要让苏清雪知道 他错了 苏清雪双手撑在桌子上 俯视着江承泽 一脸高深莫测 道歉也要拿出点诚意 可不能干巴巴的一句话 江承泽不懂他话中的意思 但他提到了诚意 江承泽撕来想去 最后按下决心 他从抽屉里掏出车钥匙 放在苏清雪面前 我知道你垂涎我的跑车很久了 现在 他就属于你了 这够有诚意了吧 苏清雪知道 江承泽将这辆跑车看得多重 他本来只是想逗逗他 没想到 他居然能下这么重的血本 看来 他在承泽心中的分量 也不轻 想到这里 苏清雪笑得一脸得意 江承泽满眼不舍地盯着他的车钥匙 心里仍是纠结 我一个人也开不了两辆车 再说了 真拿了你的爱车 你肯定要弃死 不如你用别的交换 江承泽一听 心中大喜 面上却是不鲜 但手却麻利地将车钥匙收了回来 苏清雪冷峻不惊 憋着笑 他将脸凑近 嘴角勾笑 你亲我一下 江承泽有一瞬间的猛 反应过来脸立刻烧了起来 不对劲 江承泽敏锐地察觉到 如果是以前 他肯定对着苏清雪狂翻白眼 冷嘲热讽 绝对不会像现在 一脸羞涩 而最可怕的是 有那么一瞬间 他觉得苏清雪这张脸 变得惊艳了许多 明明还是那张脸 明明他都看了十几二十年 怎么偏偏就惊天 他看出来了点不一样 这种感觉实在是 太奇怪了 你 你别开这种玩笑 江承泽猛然回神 一巴掌拍在苏清雪脸上 慌乱地将他推开 苏清雪的呼吸 在他指尖十分明显 他像是被烫到了一般 想要收回 可就他抽回的瞬间 手腕被握住 一个轻轻柔柔地落 猝不及防地落在了他的掌心 江承泽像是触电一般 浑身站立 一股酥麻感 有着掌心窜入身体 苏清雪见好就收 清完根本不给江承泽反应的机会 直接开溜 看着女人轻快的步伐 江承泽那一抹小小的怒气 彻底消散 苏清雪离开不久 江承泽接到一通电话 是文远集团的总经理 文思青打来的 江承泽记得文思青 他接手公司后的 第一个合作对象就是他 让他记忆更深的 就是他举办的那场酒会 这一次 文思青则是邀请他私下相聚 江承泽想着 可能是合作上有东西要商谈 于是看了下行程表 定了一个时间 至于地点 就由文思青来选的 江承泽踩着点到后 有些意外 文思青居然将见面地点 定在了酒店的总统套房 江承泽心中迟疑 但他对文思青的印象不错 是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 于是他也没有多想 直接走了进去 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进去后 他见到的人根本不是文思青 而是柳如烟 怎么是你 江承泽心中警铃大作 脚下步步后退 眼见着已经到了门口 柳如烟迈腿将他抵在了门上 彻底断了他的退路 江承泽 我们好好聊一聊 柳如烟今天显然是精心装扮过的 穿着抹胸小短裙 身上散发的阵阵香水味 带着些许诱惑的味道 江承泽每吸一口气 里面都裹挟着满满的香水味 浓烈的味道令他深感不适 柳如烟虽然压迫着他 但是态度却意外地和善 江承泽淡淡开口 我们可以去外面聊 江承泽心里将闻思青咒骂了一万遍 这两个人沆瀣一气来坑骗他 同时他痛恨自己的不谨慎 怎么会有人将谈生意的地点 定在酒店房间 他思绪千回百转 最后被柳如烟打断 就在这里聊吧 我给你准备了点小惊喜 柳如烟的语气很怪 江承泽听着别扭 他一点都不想在这个鬼房间里待着 他刚想找个时机开门 柳如烟突然拉住了他的手腕 将他拽进房间 嘴里屋子说着 你肯定会喜欢 江承泽根本不想进去那个鬼房间 也不想要看他准备到惊喜 他不知道柳如烟究竟是吃错了什么药 如此反常 当他看到房间内的一切时 也终于明白了柳如烟的意图 房间内和房间外 俨然是两个世界 房间里铺着厚厚的毛毯 毛毯上撒满了玫瑰花瓣 踩上去软软的 房内的大床上 也用玫瑰花瓣 拼出来一个巨大爱心 中间放着一大捧的玫瑰花 而最为醒目的 则是摆在一旁的三层大蛋糕 温馨 浪漫 奢华 完美结合 如若换作以前 江承泽肯定要感动地哭出来 可眼下 他脑中只有两个字 快逃 见到这样的场景 他还能不知道 柳如烟是来求复合的 江承泽冷冷地盯着柳如烟 这时他才恍然发觉 柳如烟今天的穿着打扮 跟他第一次见他时 几乎一模一样 就连方才的香水味 也是 那时他分明就不记得他 为何 江承泽 很抱歉你在我身边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记起你 现在你还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重新了解你吗 柳如烟向来不打无准备的仗 这一次 他绝技是有备而来 江承泽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他为什么会喜欢柳如烟 就连苏清雪都不知道 他一直以为江承泽是对柳如烟一见钟情 而后无法自拔 但其真正的原因是 柳如烟曾在国外救过他 江承泽留学期间 曾和一群朋友去酒吧玩 国外性观念开放 第一次见面就直奔主题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但江承泽接受不了 在看到朋友们各自找到伙伴后 江承泽无奈独自离开 刚走出酒吧没多久 江承泽就发觉不对劲 他好像被下药了 眼见着头越来越晕 意识越来越不清醒 江承泽手忙脚乱地掏出手机 想要给朋友打电话 这时 忽然从身后走出两个白人 他们一人望风 一人将江承泽往偏僻处托 江承泽潜意识地在反抗 但实际身体已经使不出任何的力道 他能感觉他们将他摔在了一片旧报纸上 应该是流浪汉的居所 他听到两人用口音极重的英语 猜测他的国籍 说要将他的裸照和视频放在网上 一定能赚不少钱 江承泽在害怕惊恐之后 只剩灭顶的绝望 他想呼叫 想要逃跑 但这些只能在他意识内都转 他的身体 根本没有办法动弹 很快 他的衣服被人粗暴地撕扯开 他心里大声呼喊悲鸣 没有人能听到 在他耳边流窜到 只有男人和女人的下流的笑声和粗暴的脏话 江承泽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牲畜 不禁流下了绝望的眼泪 就在他将要放弃时 他陡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呵斥声 然后一片嘈杂声中 他听到有警察来了 之后他被人喂了一口味道奇怪的水 意识和力气渐渐恢复 迷你呼呼间 他看到了救他的女人 是个亚洲面孔 而且长得还很漂亮 后来经过他的打探 确定了救他的人就是柳如烟 那天与柳如烟而言 可能只是在一国他乡的一次举手之劳 但对江承泽来说 确实拯救了他一辈子 回国之后 他再次见到了柳如烟 他举手投足间的自信和优雅 让江承泽对这个女人产生了深深的好感 于是他千方百计娶了她 江承泽没有告诉柳如烟他曾救过她 以前他是不想造成柳如烟的负担 之后便是完全没有必要 他和柳如烟 从一开始就是错 就算是报恩 这三年他也该还够了 他本以为他们之间早已两清 没想到柳如烟却突然回心转意了 还真是令人讽刺 我给你了三年 整整三年 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了解我 想再突然想通了 柳如烟 我想你现在想要了解的并不是我 而是我背后的江氏集团吧 江承泽已经不再是那个傻乎乎的人 他的三言两语已经没有办法骗到他 其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已经不再喜欢他 一切放回 在两人离婚前 江承泽绝对立马回头 就连身后的江氏集团 他都会拱手送给柳如烟 如今 他已经看清了眼前的女人 他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隐藏的是一颗极度自私的心 他想要挽回的不是江承泽 而是江氏集团 现在江承泽反倒是庆幸 当初他还好没有用江氏集团继承人身份 取了柳如烟 不然这一辈子 他可能都要成为他获取利益的傀儡 江承泽的话直白讽刺 柳如烟脸色变了变 却并没有生气 反而透着一丝被曲解的委屈 江承泽 以前是我被蒙蔽的双眼 没有看清周淮安的真面目 我知道你恨我 但我也知道你是爱我的 不然你也不惜用公司要挟我 把我从周淮安手里救了出来 柳如烟这番话 着实出乎江承泽的意料 他如何也想不到 当时他的一番作为 到最后竟然是拯救了他 是拯救他没有感染HIV吗 真是自私的女人啊 当初口口声声地说着爱周淮安 说他丈夫的位置只有他配 现在觉得他是他如魔鬼 逼他如蛇蝎 他口中的爱到底有几分真 柳如烟急切地看着江承泽 似乎在期待着他动容 期待着他回心转意 当他知道江承泽取他的原因后 他便满怀信心 一定能让江承泽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毕竟江承泽对爱情都是盲目的 眼下 他看到江承泽面色似乎松动了 果然下一秒 他听到江承泽说 如烟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愿意和我重新在一起 柳如烟听闻 心中大喜 果然 江承泽还是喜欢他的 他不过稍稍表示一下 他的心就开始动摇了 他装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模样 拉着江承泽的双手 只要你原谅我 只要你愿意回来 往后一声 我柳如烟只有你 江承泽微微一笑 但笑容未及眼底 他搂着柳如烟到怀中 揪着他的裙子 缓缓说道 就算我感染了艾滋 你也愿意陪着我 不离不弃嘛 江承泽话音刚落 人就被大力推了出去 他看到了柳如烟脸上 来不及遮掩的惊慌 可强硬挤出笑 别开玩笑了 这种病 只有想周怀安那样肮脏的男人 才会得 你不可能 柳如烟嘴上这么说 但依旧与江承泽保持着距离 他也是从新闻上了解到 周怀安的厉害 他单凭一个人的力量 就拖了十几个人下水 其间也包括好几个无辜的男人 一时间柳如烟也不敢断定 江承泽所说是真是假 但江承泽看着他 语气诚恳 周怀安为了报复我 用他的血把我感染了 如烟我知道我接下来 人生算是完了 但只要你还愿意接纳我 我 江承泽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如临大敌 连连后退 直接退出了房外 然后他听着柳如烟 打了一通电话查证 江承泽瞬间紧绷 当听到周怀安的声音 入鬼魅搬传来时 江承泽咒然安心了 没错 我为江承泽喝了我的血 凭什么他被踹走后 摇身一变就成了僵尸总裁 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 轻而易举地 就毁了我们的订婚宴 让我落得这样的下场 周怀安的疯狂戛然而止 江承泽环顾了一圈屋内 讽刺一笑 柳如烟精心准备的这一切 他是派不上用场了 方才他是故意试探柳如烟的 结果也不出他所料 柳如烟根本一点都没有变 就在他那番表演中 江承泽还生出过那么一丝念头 柳如烟是真的回心转意了 也就一瞬 现实击碎了一切 他还是那个他 江承泽也在那一瞬间 清晰地意识到 除了苏清雪 大概没有哪个女人 在得知他感染艾滋后 还能这样毫无顾忌地靠近他 苏清雪对他 从来没有一丝的犹豫 反观柳如烟 他不过是提了一嘴 他就撕开伪装 将他重重推开 这样的女人 哪里配得上他的喜欢 一道重重的关门声响起 将承泽笑了出来 柳如烟居然当着他的面 落荒而逃了 难不成他以为 跟他同处一世 都会感染艾滋了 真是可笑极了 看着床上那一束火红的玫瑰 将承泽将他拿起 然后重重摔在地摊上 双脚重念 看着地毯上染红的一片 心里一阵快意 结婚三年 他每天都会在家里 摆满摆合 柳如烟却送了他一世玫瑰 而玫瑰恰巧就是 周怀安的最爱 柳如烟这荒诞的一出戏 倒真是讽刺至极 发泄了心中的不快 将承泽也不想多坐停留 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苏清雪突然怒气冲冲地 闯了进来 一副要干家的模样 他将将承泽 从头到脚扫湿了一遍 阴沉的脸色稍稍舒缓了些 他人呢 苏清雪一边问 一边往卧室走 在看到满地的玫瑰花瓣后 他的脸色瞬间难看极了 如此明显的场景 他哪里能看不出来 当文思青给打电话 说柳如烟通过他约了江承泽后 他就觉得事情不妙 眼下 他担心的事情也真的发生了 柳如烟来求江承泽原谅了 当初江承泽对柳如烟的执念 他都看在眼里 为了柳如烟 他不惜舍弃一切 那样执着的爱 虽然被伤 但苏清雪也无法确定 江承泽是不是真的对他死心了 在柳如烟的订婚宴上 江承泽就心软地放过了他 说明 他对他还是没有完全放下 现在他同样有可能 被柳如烟再度哄回去 如若真这样 他又应当如何自处 江承泽压根不知道 苏清雪心里面的想法 本还想着逗逗他 但见他一脸失魂落魄 江承泽便不忍心了 我说我可能感染艾滋了 他听后连滚带爬地跑了 苏清雪物自沉浸在 可能再次失去江承泽的伤感中 听着江承泽讥讽的语气 一时间回不过神 跑了 他一脸茫然地问 要是不幸 你就自己找找 江承泽无奈地摊摊手 下一瞬 苏清雪常常舒了一口气 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他看着江承泽 一脸后怕 刚刚我还以为 我又要失去了你 江承泽咯噔一下 心脏突然急促地跳动 他看着苏清雪柔和的眉眼 走上前 他看着苏清雪身体一僵 嘴角上扬 不会了 我再也不会犯傻了 一切都过去了 是真的放下了 没有一丝一毫的眷恋和舍不得 也不会再有心软 他曾经做过一次错误的选择 好在老天又给了他一次 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一次 他绝对不会重蹈覆辙 他已经知道 谁才是真正对的人 江承泽一向果敢 但在面对苏清雪表白这件事上 他表现得多少有些切弱 他太重视苏清雪 所以才看不清自己的心 认不清自己的感情 他不想当两人不经不楚地跨出家人的界限 最后变得老死不相往来 归根结底 他不想失去苏清雪 以前他是这样想 可就在方才的一瞬 他突然大脑清明 他既然不想失去苏清雪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留在身边 如果只是姐姐 终于一天他成为别人的妻子 会有自己的家庭 彼时 他们都感情还能像现在一样吗 仅仅是设想苏清雪和其他男人温馨甜蜜的场景 江承泽心里就极度不舒服 一切昭然若揭 他内心深处是喜欢苏清雪的 或许这份喜欢还加着诸多其他的情感 但江承泽能确定的是 他不想将苏清雪拱手让给其他人 对苏清雪 他也有着不可言说的占有欲 年少时 他也曾对苏清雪有过悸动 但那份悸动在苏清雪说出那句 把他当作弟弟后 便戛然而止 他以为那颗青春萌动的种子 已经彻底消亡 没想到 他躲在幽暗的角落里 默默生了根发了牙 就连江承泽自己也不知道 现在 他终于向阳而生了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我大学毕业 还是离婚后 苏清雪说喜欢他 但没有说过具体是什么时候喜欢上的他 只要一想到 自己动心的可能更早 江承泽就有些不服气 苏清雪正愣一瞬 嘴角上扬起好看的弧度 耀眼的黑眸树然忧深 好似在回忆 两久 他唇半开合 大概是 见到你的第一眼 江承泽听闻 不满地推开他 胡说八道 那是我们才多大 懂个屁的喜欢 苏清雪含笑不语 默默地盯着他 看着他清秀俊俏的面旁 依稀还能变出幼时的模样 曾经多少次的午夜梦回 他都会看到幼小的江承泽 养着明媚的小脸 冲他喊 我叫江承泽 你叫什么 那是第一次 有人主动跟他打招呼 也是第一次 他拥有了朋友 江承泽性格率真 天真烂漫 当他知道苏清雪父母离异后 还心疼地抱抱他 或是撕心作祟 亦或是不想让江承泽知道 自己不堪的身世 他没有向江承泽说出真相 他其实是个 见不得光的私生女 那个他名义上的父亲 有权势有地位 同时也有家庭 他和他的妈妈 永远见不得光 他从小就被囚禁在 一栋又一栋的别墅的 而这里 就是他最后的棋身地 那个男人 终于抛弃他们了 虽然习惯了黑暗 但他仍旧渴求阳光 幸好 将承泽出现了 是他将自己 从无尽的深渊中拉扯出来 让他感受到了明媚和温暖 他就像个小太阳 让他忍不住地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再近一点 近到 就像现在这样 就连闭上眼睛 也能感觉到他 高中的时候 我明明听到你跟我爸说 你只是把我当弟弟 忍了半天 江承泽还是问了出来 苏清雪抬眸 眼底闪过疑惑 紧接着恍然大悟 你只听到了这一句 苏清雪问 江承泽乖巧点头 苏清雪无奈叹息 你没有听到全部 当时我说 我把承泽当弟弟 但 不仅仅是弟弟 我喜欢他 我知道以我的条件 配不上他 请您给我时间 我一定会努力 得到您的认可 他低下头 深邃好看的眼眸 撇过他的脸颊 嗓音沉哑 承泽 现在的我 还有机会得到认可吗 江承泽眼睫轻轻抖动 看着眼前棱角分明的俊妍 狠狠地吞咽了下口水 四目相对 苏清雪下河紧绷 他偏过脸 不自然道 这种事 你问我做什么 去问我爸 苏清雪眉头一挑 这可是你说的 到时候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你可不准反悔 江承泽看他一副 自信满满的模样 忍不住打击他 虽然你现在很优秀 但是未来的事 谁说得准 我爸的眼光 可是很高的 出了酒店 江承泽本想找 文思青好好算算账 但苏清雪说 是文思青给他打了电话 他才赶来的 江承泽不由地冷哼一声 他还真是哪边都不得罪 柳如烟前不久 还找他求资助 文思青竟然还 跟他再继续合作 难不成柳如烟的公司 已经黯然无恙了 可转念 江承泽却觉得未必 如果真没事 柳如烟也不会来 今天这么一出 江承泽不想再在 柳如烟的身上 浪费一点精力 索性就将他 完全从脑子里踢出去 不过几日 江承泽的检验报告也出来 结果很好 仍旧是阴性 再度经历一次 他内心满是 劫后余生的喜悦 这一次 他才算是真正放下了 但偏偏这时 网络上一条 关于他感染艾滋的流言 迅速传播 传播速度之快 就连江承泽这种 不太关注网络消息的人 都打电话来问了 江承泽不得不 将刚到手的检测报告 给他发过去 可接下来 江承泽开始质疑 江承泽无缘无故的 为什么要去做检测 难不成报道说的是真的 爸 那种狗屁报道你也相信 江承泽深感无奈 报道上传 他也是因为私生活混乱 和被周怀安感染的女人 亲密接触过 才会中招 简直是无稽之谈 偏生江富还半信半疑 江承泽 你自己注意点 你已经付了苏清雪一次了 这一回 你可不能再干出混账事了 苏清雪前两天还在跟我请求 让我同意你们交往 人家巴巴地守着你这么多年 你自己长点心 堂堂江是集团的总经理 不要再在垃圾桶里找女人了 江承泽听得嘴角直抽抽 他的亲爸 竟然质疑他垃圾桶里找女人 要是不想承认 却也不得不承认 柳如言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 若如垃圾分类 他也得分进有害垃圾那一类 江承泽心思一转 故意业余 你同意我和苏清雪交往 你觉得他配得上咱们江家 哪知江富听后 重重一哼 现在你该考虑 你能不能配得上人家 江承泽当下不快 离过婚的男人就贬值了 不配拥有好女人了 哪有父亲这么打击儿子的 但江富接下来的一番话 属实令江承泽差点跌破眼镜 惊掉下巴 他如何都没想到 江富说的配不上 竟是最最最表面的配不上 苏清雪现在是WW全球总裁 WW公司是世界排名前50的公司 业务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 其经济实力可小而知 江市集团虽然在国内也能排上名号 再是在国际上岌岌无名 如若苏清雪身份属实 他甚至可以直接嫁给王氏王子 以江承泽的家事 确实是配不上 但震惊之余 江承泽更好奇 苏清雪为何突然就成了WW全球总裁 江承泽能坐上今天的位置 靠的是他身后的江富 那苏清雪 我生物学上的父亲 是WW公司的继承人 几个月前离世了 他风流一辈子 玩弄了不少女人 孩子却没有几个 养在家里为了争权 最后死的死 进监狱的进监狱 独独胜了我这个流落在外的私生女 倒是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苏清雪说的极度讽刺 二十多年不闻不问的父亲 撒手人皇后 自己突然成了唯一继承人 继承公司并非他的本院 如果可以 他并没有打算跟他的家族 扯上任何关系 可是 在这个强者说话的世界 他没有选择 虽然这些年 他在海外也有了两家不错的企业 但在WW这样霸者面前 他毫无发言权 他不是贪图势力 只是认清现实 如果能早一点得到江富的认可 他为什么一定要继续等待呢 苏清雪捶下眸 只见将成泽的手搭在他的手上 他朝他眨了眨眼睛 嘴角琴真一抹笑 苏总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了 苏清雪抬眸 情绪松懈不少 他轻拨过江成泽耳侧微乱的发 认认真真说道 成泽我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得到认可 但我不想等了 你懂吗 苏清雪神色是少见的认真 江成泽眼眸微颤 薄唇清极 我懂 苏清雪尖色道 那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 不是以家人的身份 是以恋人的身份 江成泽心脏砰砰直跳 有那么一瞬 他觉得好似要从胸腔跳脱出来了一半 苏清雪的直接 让他毫无防备 他下意识地别过脸 隐藏脸上的滚烫 可苏清雪炙热的目光却让他避无可避 他强撑了一阵 最后还是败下阵来 上次在酒店房间里 他没有言明的 这一次 到底是逃不过了 苏清雪需要一个答案 那他就给他答案 我愿意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 脱口而出的瞬间 将成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一切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 他抬眸看向苏清雪 在对上他双眼的那一刻 他吓了一跳 苏清雪的眼神既温柔似水 哟 欲喝难甜 他身子微微前轻 性感的妆容打扮很是前卫 搭配极具迷惑性的五官 一时间将成泽看出了神 直到他耳畔 响起一道低沉沙哑的声音 宝宝 那我可以吻你吗 将成泽呼吸一致 还未回神 嘴唇猛然附上一片柔软 他心眸轻闪 本以为会是一触积分 浅长折指的吻 苏清雪好似察觉了他的想法 突然伸手 扣住了他欲后退的身体 轻轻揉揉地吻 骤然变得急切 直到他脸色胀红 呼吸不畅 才一脸意犹未尽地放开他 你不是男人吗 怎么还纯得和小朋友一样 江成泽身子有些发软 体内像是被点着了一把火 越烧越旺 浑身血液都在沸腾 苏清雪抱住他的脖子 嗓音低唇 盖了张就不准反悔了 江成泽红着脸瞪了他一眼 幼稚 苏清雪笑得一脸得意 终于 漫长的等待结束了 从此以后 他能正大光明地站在江成泽的身边 以恋人的身份 而认证恋人身份的第一步 就是向江夫和江母宣布消息 意料之内的 他们得到了满满的祝福 意料之外的 江夫对江成泽再度警告 江夫对他的私生活 仍是持着怀疑的态度 江成泽大呼冤枉 也没能赢回江夫的信任 江夫这边还未摆平 集团又接连出事 连着有四五家企业 取消了和江氏集团的合作 理由皆是 观念不同 理念不合 无法合作 之后江成泽才知道 他感染爱滋的事 在网上传得越来越凶 更甚者有人传 和他有过合作的公司高临 十有八九都和他发生过关系 没有一个女人能逃出他的手心 江成泽看到最后一句时 都快气笑了 这些人还真是高看了他 为了公司 不得已 江成泽召开了发布会 拿出来医院检测证明 澄清了一切 没想到他刚澄清完准备坐下 一个坐在前排男人 突然站了起来 江成泽 你以为你用江氏总经理的身份 就能让所有人闭嘴 你休想 今天我就要揭露你的真面目 你以弹劾作为借口 勾引我妻子婚内出轨 你以为你弄得假的诊断证明 就能洗白自己 我告诉你 我因为你染上艾滋 江成泽 你不得好死 当着所有媒体记者的面 江成泽被男人指着鼻子一通怒骂 之后四十七级攻心 直接晕了过去 男人刚被抬走 那群媒体记者 像是从未吃饱饭的难民 看到了可口的食物 立马将江成泽团团围住 闪光灯此起彼伏 耳边全是各种质问 江成泽冷着一张脸 头脑嗡嗡作响 在他预计可能发生的情况里 并不包括眼前的这些 此时 他非常后悔 后悔让苏清雪 去了国外接管公司 后悔没有听苏清雪的话 一意孤行地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苏清雪走之前千叮万柱 让他等他回来再处理 偏偏 他自以为可以解决 最后又整出来一个大烂摊子 发布会当天的视频被爆出来后 网上的谩骂更甚 随之而来的 则是公司的股价一路下跌 越来越多的企业解除合作 整个江市一时愁云密布 举步维艰 现在的他就跟早前的周淮安一样 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可周淮安是自作自受 他却是被恶意陷害 江成泽知道 肯定是有人在背后整他 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淮安 但以周淮安现在的能力 哪里还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最后他想到人 柳如烟 对于柳如烟 江成泽也仅限于怀疑 毕竟他到现在 也找到什么实际性的证据 那天发布会上的男人 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踪迹全无 网上消息的源头也难以找寻 一时间 江成泽焦头烂额 不知从何处着手 他给苏清雪打过几通电话 每次还没说上两句 苏清雪那边就有人来叫他开会 知道他刚上任 肯定很忙 江成泽也不想因为自己的事打扰他 而就在这时 他接到了一通电话 是柳如烟打来的 电话那头 柳如烟一副关心的口吻 江成泽 你还好吗 我很担心你 江成泽当然不信 他是真的担心 冷淡地回了句 我很好 沉默一阵 柳如烟突然说道 江成泽 这次我是真心请求你原谅 我知道你没有感染艾滋 上次是我让你失望了 现在我已经查到 陷害你的人是谁了 是谁 情况有些复杂 三言两语说不清 如果有空的话 你会融成一趟 我跟你细说 又是一阵沉默 梁九 好 我明天来融成 江成泽不知道柳如烟吃错了什么药 突然对他示好 说实话 他对柳如烟并没有多信任 只是眼下他也没有其他方法 与其在这座椅待毙 还不如走一趟 出发融成前 江成泽给苏清雪发了条语音 等了半天 苏清雪并没有回 江成泽后知后觉 苏清雪那边正是深夜 想来是在睡觉 于是 他关掉手机 不再等 直接开车赶往融成 离婚后 江成泽回过融成两次 一次是参加柳如烟的订婚宴 一次是去医院见周淮安 两次都过程都不美好 还有一次几乎成为他的噩梦 他只希望 这次来见柳如烟能平安无事 不出任何意外 他更希望柳如烟是真的良心发现 帮他解决眼前的困难 江成泽不知道柳如烟是不是故意的 他将两人见面的地点 约到了他们婚房的附近一家咖啡厅 这条街道江成泽走过无数次 每一个店铺每一个转角 甚至每一个垃圾桶摆放的位置 他都无比熟悉 就连柳如烟约他见面的咖啡厅 他以前也是这里的常客 虽然很长时间没有再来 可当江成泽走进咖啡厅的时候 店老板依旧认出来他 并且脱口而出 还是老样子吗 江成泽一震 摇摇头 给我一杯冰美食吧 他老早就看见了坐在窗边的柳如烟 他正端着一杯 他尝点多卡不其落 一脸笑意地看着他 江成泽落坐没多久 他的冰美食也送了上来 柳如烟意外挑眉 怎么没点卡不其诺 江成泽淡淡道 口味早变了 江成泽是故意的 柳如烟故意调查他的喜好恶心他 那他也一与双关的恶心回去 现在他已经对他没意思了 柳如烟眼神皱身 目光尖锐地盯着江成泽 隐隐有些不快 就在江成泽以为他要发火时 他忽然又平静了下来 江成泽不想跟他多话 直奔主题 你查到了什么 到底是谁要陷害我 柳如烟慢条思理地整理着衣袖 抬手间不小心打翻了咖啡杯 咖啡全部洒在了他的身上 服务员急忙过来收拾 小姐您要不去洗手间擦一下 江成泽淡淡地瞥了一眼 柳如烟这身价值不菲的衬衫 大概率是毁了 但这跟他并没有关系 如果这回他真帮了自己 或许他会为表感谢 送他一套更贵的 就在他思绪物质游移时 柳如烟突然开口 这里离我家很近 我回家换一套 随后 他一派自然地向江成泽发出邀请 你不介意陪我跑一趟吧 江成泽当然是介意的 但柳如烟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 柳如烟说 他手中掌握的部分证据 存放在电脑上 如果江成泽感兴趣 刚好可以去看看 江成泽大老远来一趟荣城 可不是为了跟他喝咖啡叙旧 斟酌再三 江成泽点头答应了 离开他的家门后 江成泽从没想过 有一天还能再回来 当柳如烟带他走进去的瞬间 他惊呆了 这里居然跟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 没有一次变化 曾经家里的每一处陈设 每一个物件 就连每一束花 都是他精心不知百放的 他独爱百合 所以家里到处都能看到百合 柳如烟嫁给他后 就很少回家 对家里的一些都不怎么过问 这个家并不想是两人的婚房 倒是像极了江成泽一人的新居 当初柳如烟那样 轻易毁掉他精心置办的一切时 他尤为心疼 但他怎么都没想到 他竟然将这里的所有都保留了下来 没有由着周怀安的喜欢改造这里 江成泽 你觉得我冷血也好 薄青也罢 以前我真的不喜欢你 柳如烟突然认真 但自从你离开这栋房子后 我忽然感觉心里空落落 明明你已经不在这里 我却觉得到处都是你的影子 曾经我也准备让人重新改造这里 但真正动手的那一天 我舍不得了 我把这里保存下来 也让周怀安搬离了这里 其实内心深处 我并不想毁掉这个家 可是 当我察觉到时候已经太迟了 你已经不会回来了 柳如烟说完 目光深情地凝视着江成泽 思存几秒 江成泽试探地问 所以 我走后没多久 你就发现你也有点喜欢我 柳如烟没心未动 轻轻点头 江成泽手指捏着下巴 环顾四周 一副深思的模样 然后极度敷衍地回道 哦 我知道了 他的表情已经告知了柳如烟 他对此事毫无好奇 并不关心 不在乎 无所谓 江成泽的态度令他心火上涌 躁欲不已 他竟然对自己精心准备到一切 再度视而不见 像是一团火 在身子里发闷的烧 柳如烟再也忍不下去了 他脸色瞬间阴沉下来 满眼烦躁地看着泰然自露的江成泽 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在乎了 江成泽淡淡瞥他一眼 不禁冷笑 很好 终于补装了 如果你能将这屋内装修的味散干净一点 或许 我不会那么快发现你的破绽 没错 进入房子后没多久 他就发现了 这次应该才装修过没多久 虽然百合花的味道浓郁 但也无法完全遮盖住 还未散尽的甲醛味 再者 这栋房子他比柳如烟柱的酒 细节也比他记得清 物件摆放的位置更是一目了然 这里看似于以前一样 实则物件摆放的乱七八糟 还有一些替代品 一眼就能变息出来 他不明白柳如烟做这一切 还有什么意义 难不成 他还期望两人能重归于好 我们已经彻底结束了 我也有了喜欢的人 柳如烟 我们好聚好散 你直接告诉我是谁在陷害我 江成泽受够了他突如其来的纠缠 眼下他只想知道真相 立刻离开 柳如烟被拆穿后 脸色肉眼可见的难看 他精心布置了这么久 居然这么轻易就被看穿 果然 他真是一点都不了解这个男人 事到如今 第一个计划落空 那么 他只能实施第二个计划 柳如烟忽然凝笑了起来 声音越来越大 江成泽见他这副模样 心里骤然涌上不安 我想 我先回去了 江成泽边说着 脚步飞快向着大门靠近 当他手指出到门把手时 忽然被人大力扯了回去 惊吓回眸 他看到了柳如烟面目猙獰的狠定自己 你要回哪里去 这里不就是你的家吗 江成泽 你应该高兴啊 你终于回家了 柳如烟的话 如同真一般刺痛着他的脑袋 他心跳如雷 胸腔不停被撞击 浑身上下 一片冰凉 他不该来的 江成泽后悔无比 他本以为最多不过是被柳如烟戏耍 却没想到 现在的柳如烟 已经不是当初的柳如烟了 他俨然就是一个疯子 你放开我 柳如烟 你想干什么 江成泽忍着心慌 竭力不露怯 柳如烟猛然凑近他 咧着嘴在他耳边低笑 声音如同鬼魅 你不是想知道是谁在整你吗 我告诉你啊 灼热的气息混合着阵阵香水味 喷洒在江成泽脸颊 他眉头深皱 嘴唇绷成一条直线 全力与他拉开距离 但偏偏 他突然感觉身体使不上进 好像全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掌控 等等 那杯咖啡有问题 柳如烟只不过手上稍稍用力 将成泽顿时软了身子 卸去了一身的力气 整个人都柔软了 乖一点 你以前很乖的江成泽 此时的柳如烟 就像是一只捆绑住猎物的蟒蛇 一边吐蛇蛇性子 一边亮出锋利的毒牙 玩弄着心惊胆战的猎物 随时准备一口吞下 而身为猎物的江成泽 已经没有一丝反抗的能力 就在他放弃抵抗的同时 柳如烟再度贴近了他 江成泽 难道你就没有怀疑过 是我干的 柳如烟说完 得意地笑了起来 江成泽脸色变了变 狠咬着后槽牙一言不发 事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他就想到了他或州淮安 如果不是柳如烟主动 打来的那通电话 他也不会被动摇 柳如烟这人心思还真是深沉 居然用这一招 让他自动送上门 所以你现在是囚禁我 囚禁你 柳如烟声音骤了 我想杀了你 江成泽 一阵寒意 从江成泽的脚底直窜头顶 他浑身上下的汗毛 都竖了起来 他知道柳如烟 并不是在恐吓他 就在方才的那一瞬 他感受到了 从他身上涌出的浓浓沙意 甚至 柳如烟擒住他的手 已经扼住了他的脖子 只要他稍稍用力 他真的可能 直接死在他的手上 为什么 江成泽努力保持平静 声音却不自觉地颤抖 呵呵 柳如烟像是听到了 什么好笑的笑话 呼得滴滴笑了起来 转而 一脸肃杀 你毁了我的公司 毁了我的人生 还问我为什么 当初我明明请求你出手资助 你不是江氏集团的总经理吗 那么点钱对你来说很多吗 你就非得将我逼到破产 才甘心 我祈求你回心转意 祈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江成泽 是你心太狠 是你太绝情 江成泽 你去死吧 柳如烟吼完 手上的力道渐渐加重 江成泽脖子一紧 再度奋力挣扎 逐渐缺氧的大脑 让他意识一点一滴流逝 就在他快要窒息的那一瞬间 大门被踹开了 江成泽在失去意识到前一秒 看到了苏清雪 光影中的他 面容模糊 他疯了一样向他飞奔过来 江成泽伸着手 嘴里只能艰难吐出几个阴姐 他想说 苏清雪 别怕 我没事 可下一秒 他眼前一黑 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他觉得自己应该是死了 不然他明明已经闭着眼睛倒了下去 为何还能看到苏清雪惊慌的脸 听到他哭泣的声音 甚至能看清他眼底的置身的绝望 不仅如此 他还能看到柳如烟 被苏清雪带来的警察致缚后 嘴里仍在不停叫嚣 咒骂 江成泽像是身处在另外一个空间 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但是他什么都做不了 就连一个拥抱 他都给不了 他看着苏清雪流着眼泪跑向屋外 他急切地想要跟上去 可是他动不了 他就像是被禁锢在了这个地方 最后 只能看着苏清雪消失在了他的视线里 不知过了多久 他觉得很累很累 一时再度模糊 这一次 他是真的什么都听不见 什么都看不见了 江成泽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 梦从他第一次遇见苏清雪开始 然后一直到他答应苏清雪在一起劫持 江成泽记得有人说过 人死前 他生前的经历会像走马灯一样 在眼前全部浮现一遍 但他的走马灯却是有些不同 里面除了苏清雪并没有别人 他像是再次陪着苏清雪一起长大 从幼稚懵懂 走向成熟稳重 从不安适适的孩童 成长为不完美的大人 他还想陪苏清雪走更长走更远 还想跟他结婚 还想跟他生一个可爱的宝宝 他还有好多好多事 想要和苏清雪一起完成 真的就要结束了吗 成泽 成泽 是苏清雪 江成泽努力去听 是苏清雪在叫他 为什么他能听见苏清雪的声音 却看不见苏清雪在哪里 为什么他的眼前是一片漆黑 成泽 睁开眼睛看看我好吗 苏清雪 我想见你 你在哪里 这里好黑 我看不见你 成泽 睁开眼睛 睁开眼睛就能看到我了 睁开眼睛 睁开眼睛就能看到苏清雪 苏清雪 将成泽猛地坐了起来 急促的呼吸间 他慌乱地找寻着苏清雪的身影 下一秒 他就落入了一个熟悉的怀抱中 他深吸了一口 是苏清雪的味道 苏清雪抱着江成泽 一下一下温柔顺着他的脊背 哽咽安抚 成泽没事了 你现在很安全了 苏清雪说着江江成泽又报警了一些 差一点 差一点他就要真的失去他了 如果他不是刚好瞒着江成泽回了国 准备偷偷给他惊喜 如果不是江成泽刚好告诉他 他要来熔成着柳如烟 如果不是他正好赶到 那么 那么后果他真的没有办法想象 江成泽的身体并没有大碍 在医院休养了几天就出了院 经过过之前的事后 苏清雪几乎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江成泽 他实在是怕了 他生怕自己步的时间 江成泽又会生出什么意外 这些日子 江成泽都快被苏清雪念叨的耳朵生俭了 苏清雪回来后得着了他发生的一切 在知道他竟还可以瞒着他后 发了好大一通火 这是第二次 苏清雪对他发火 江成泽自知理亏 任凭他骂绝不缓口 灵了 还一脸乖巧的保证 以后我绝对不会让自己身处陷阱 有任何事都会跟你提前商量 江成泽嫌少撒娇卖乖 苏清雪喜欢了他这么多年 哪里能扛得住这番诱惑 捏着他的脸颊 揉搓一番以示惩戒 便放过了他 这段时间 江成泽被迫停止歇业 整天躺在家里养身体 苏清雪再次给他收拾烂摊子 不过一个星期 所有流言一扫而空 风向逆转 江成泽从一个私生活不检点的大乐人 摇身一变成了无辜被害的可怜人 曾经在发布会上控诉江成泽的男人 也被揪了出来 他承认自己是收了钱 故意抹黑 直接爆出了幕后主使柳如烟 而柳如烟早在谋害江成泽时 就被当场捕获 早早地进了警察局 同一时间 苏清雪召开了发布会 公布了自己WWW全球总裁的身份 在一片惊叹声中 他郑重提出 WW将和江市集团进行深入合作 发布会结束的当天 江市集团股票一路暴涨 曾经那些拒绝合作的企业 舔着脸回来请求 江成泽不禁感叹 果然是商人 例子当头 唯利是图 苏清雪赞同的点了点 而后又摇了摇头 我就不一样 我为你是图 突如其来的土味情话 惊出江成泽一身鸡皮疙瘩 江成泽笑骂了一句 恶不恶心 苏清雪轻轻将他抱住 仰起头在他额头上 印下一个吻来 成泽 往后余生 我都只有你 将成泽从他怀中出来 深情凝望 真而重之 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就是钻进那个洞 遇见了你 四目相对 相视一笑 爱意心照不宣 过往相伴 余生相随 此生只有你 全文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